选择那我先不去跟DMX交战 然后也是在盘坡的位置通过刷圈 然后我先清掉其他的队伍 对 这一把其实我们在六缩期的时候 场上就已经是只有三只人数比较多的队伍 因为当时ZCG的这个灰灰已经是直接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之后 场上人员编制比较多的三人队伍 大家都在等 就等这个圈 因为说实话 位置最差的也是最极端的 就是大场的 就大场出来的这个生意兴隆 虽然说生意兴隆 这支队伍的队名是比较新的 但是选手呢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熟悉的一些选手 老选手 你包括之前的元帅啊 然后现在的伯良啊 马美丽 马美丽啊 对吧 各种老马 都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选手 在那样的一个两机夹击之下 对 而且也打了很长时间 那么我们因为第一场和第二场的这个比赛的休息时间啊 大家也是可以在休息之余 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在第一把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心态啊 刚刚开局第一把嘛 嗯 多摸清一下选手之间的 看看有没有跟训练赛和背赛时候不一样的东西 对 对 DMX也是刚刚成功拿下开门红吃鸡的队伍 储一 嗯 这个选手刚才比赛结束的时候 最后奇迹了让他笑起来真的 我还说还蛮像我一个朋友 怪不得你会说哦 储一原来是因为他很像你的一个朋友 对那种自信心很强 啊 然后就是生意新龙 这也是刚刚在我们第一场结束的决赛圈的一支队伍 对 决赛圈的质量还是都蛮高的 有两支队伍是满边 然后一支队伍是三三三名选手嘛 是的 啊 CTG了 也是在呃 这小半个月以来啊 他们整体的一个感觉就焕然一新了 啊 因为我们知道从春季赛到夏季赛的中间 有各种的包括说全明星赛对吧 这样的一些偏世界赛性质的比赛 贯穿了 那么大家在这段时间又去不了世界赛 就打了很多的这种背赛对吧 CTG的发挥是越来越好了啊 啊 啊 NOVA 这也是刚刚在我们决赛圈的一支队伍 也是我们这一次在联赛当中啊 比较新的一支队伍 本身在上一把决赛圈七圈的时候呢 当时NOVA的一个彩位是三一分彩 三个人主要还是防守了DMIX那边 怕他们去马路那边溜反坡嘛 如果提前遭遇的话呢 呃 对于自己在这把持续概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折扣 啊 啊 那八拳一摔同性员 哎 直接先卡一手身心龙 啊 祝潮gaming 对祝潮gaming啊 ZCG 小宇宙啊 都是我们这些都是老神圣应该算是是的对DMIX应该是全新的队伍其他的队伍差不多都是包括NOVA也是啊其他队伍的就是新队伍啊应该都是一老代三星或者是两老对有很多都是重新组合的应该不能说是完全的新队伍是的对不管是以全新的面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还是说熟悉的面孔重组大家都是在为这个梦想去奋斗啊 啊接下来是Pero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确实这个由于在初期的摩擦会比较多点位上的冲突会比较的大强点的时候嗯但也正常对于Pero来说的话呢是的其实大家之前不是开玩笑吧速笑救星玩是吧就是说这次队伍是一支具有非常强的爆发的队伍打得好的时候谁也拦不住啊 啊就期待他们转过来的这个时刻然后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一次logo非常可爱被收了很多次的可爱的唐宝宝战队 之前我记得三圈的时候上一把比赛他们还是在中心点的位置但是四圈确实没有办法嘛嗯他们从出现点被极限切切到了另一边是的 唐宝宝战队被东切切走了这几个选手啊啊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十来运转啊 DMX就他们都还是呃初次来到咱们线下的舞台啊比较的害羞啊刚刚跟这个赛前的时候跟唐宝宝的几个选手还是有照面的这种情况啊也是比较热情的打了个招呼所以说打招呼的时候就是那种非常有点小羞的那种感觉就放不开啊也很正常啊 这个现场应该还是在有一个调试设备的状态咋回事儿匆匆怎么困了呢这比赛才开始第二场可不应该啊 给个镜头就是兄弟们给那打哈欠了然后 估计也在等啊满腔的热血确实要放在整个比赛当中啊比赛之余嘛稍微小西可以放松一下没事的 啊然后刚刚有提到过的ftg啊软的西雨然后这个也是灰灰嗯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看到灰灰吗然后这个也是灰灰啊也是大家其实呃 关注时间比较长的一名拼心的选手他这个心啊不是说面孔心而是说上场的次数来说啊你行看出来了阿伯啊实际战队 要说实习队伍当中谁最能搞节目效果啊那应该是X北是的只有小北选手啊他的镜头感是最强的 招致性的外套啊今天没穿 标志性的这个外套啊之前不是经常穿吗啊感觉会带来一些好运但今天带了不一样带了墨镜啊带了墨镜对刚才登场的时候有看到是的 小伙子你眼神挺凶吗没打耳机是不是能听到我们评论席说的话 感觉够翘啊因为我们这个应该是现场收音了啊好来看到的是MNG呃在之前的贯彻差不多有五到六个月时间的各种大小的杯赛当中其实我们的解说 什么呢我们是也一直在打对然后我们的解说同事也有多次的提到过记者队伍 记者队伍啊她在呃非我们背赛期间打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晚就是他们训练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到凌晨差不多四五点钟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让人觉得很感动 刻苦努力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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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质量队了啊我们的天霸战队啊 好 那比赛也要开始了 应该是 是的 这感觉兄弟们机长了 应该是代表咱们比赛要马上开始了 也是希望大家 打着好的队伍 把这个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成绩在第一把 可能不是很理想的队伍 你也要继续去加油了 好的 比赛就绪 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 PCL夏季赛常规赛 第一周第二场的比赛 是的 第二场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局的航线情况 这个航线还是非常偏西边的 嗯 航线从绿洲去往南部的沃德马 嗯 那我们看到新版的 米拉瓦地图上面有很多滑锁 滑锁也可以竞选 在职业选手的枪法之下 有时候滑锁可能会变成一个靶子 掉 掉起来的香肠可能跑 所以大家一般不会轻易上去 圈很小的时候基本上很难考虑 但有时候你实在没办法 车也没了的时候 可以考虑用一下 实在不行就用一下 总比跑着过去骑自行车什么要好多了 是的 那也没办法 这把航线的比荡一把稍微友好之处 就是南部的兄弟们都可以回回家 嗯 但是牛海比又是很远啊 怎么飞都离我很远了 对 牛哥这把还是得借车回 尸城 然后天霸是回到了自己的轴身高地 这个位置拿车应该问题不大 嗯 但天霸是一个地盘意识很强的队 主要是他们现在落地一瞬间的圈就要出来了 嗯 哦 哦 圈是一个南部圈 轴成南的圈 那天跟陌路聊天 嗯 也特别有意思 这天我们观察不是感觉吗 那天霸打这种圈呢 感觉有优势 但都打得不打腻 他还说这很奇怪啊 就是天霸在这个一圈的选择啊 他也是容易陷入那种啊 第一顺位的陷阱之中 所以没有聊出结果 没有聊出结果 就是感觉他们也意识到有这个问题 呃 我个人是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有一些原住民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自己拉到边上 嗯 所以 没有办法 就我第一顺位 我怎么可能跑到外面去 对 就后续的圈形走势上 他没有办法 只能憋着 对不对 因为突然你打个比方 你四圈来个切角 你怎么办 对 你周围全是人 对 你说他的选择有错吗 没有错 只是突然四圈的不给圈了 是的 嗯 你想想看 其实上一把这个 一圈的中心点水站南 豪宅那个地方 跟最后绝对圈的位置 其实虽然不算特别远 但实际上这两个地形差距是很大的 因为板块都不一样 是的 很多点位啊 包括你要做的决策 其实跟地形有很大的关系 对的 这把反正要看天吧 怎么样发挥 既然他们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多少这个作业 肯定是要做的 对吧 你想办法 稍微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你按照这套打呢 实在是有问题的话呢 不妨换一换 就是你觉得之前觉得一些不成立的 你换一下 说不定效果还更好 是的 可能就是思路上 有时候人钻牛角尖 就是你觉得你顺着想 感觉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 就容易钻到牛角尖了 其实它是有问题的 还是觉得 在米拉玛的这张图上 就你高点视野能有机会 留着就保留一下吧 不要去到那种比较自闭的房区就行 越自闭越没信息 你越出不来 有机会 留着就保留一下吧 不要去到那种比较自闭的房区就行 是的 越自闭越没信息 你越出不来 越没信息你越出不来 MNG和JSW包括 MNG和JSW包括DMX 都是在地图最北边的队伍了 MNG和JSW包括DMX 都是在地图最北边的队伍了 很远 对 对 这把可能要考虑一下 这个空降 至少 对 这把 可能要考虑一下 这个空降 空降 至少二圈可能要考虑一下 准备一下 对 这把 可能要考虑一下 这个空降 空降 至少二圈可能要考虑一下 准备一下 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转汇信息 WCG 是的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转汇信息 WCG 阿阳 阿阳 转汇到NOVA 现在是NOVA 阿阳 是的 一上来这个第一把NOVA 第一把NOVA的表现就不错 当时的位置确实是 第一把NOVA的表现就不错 当时的位置确实是 DMX的选手 枪法真的是非常的准 对 看来这个第一把NOVA的表现就不错 当时的位置确实是 DMX的选手 枪法真的是非常的准 对 当时其实看了最后一下的话 当时其实看了最后一下的话 你完全不觉得他像一只新军 因为确实这四个选手 就DMX的选手 这四个选手是新面孔 对 新面孔 当时其实看了最后一下的话 你完全不觉得他像一只新军 因为确实这四个选手 就DMX的四个选手是新面孔 对 新面孔 现在这个已经有观众 给他们的战队的外号起好了 大明星战队 大明星战队 现在这个已经有观众 给他们的战队的外号起好了 大明星战队 大明星是大梦想大明星 很适合哦 也挺好听的 对吧 找我联合 也挺好听的 对吧 找我联合 就我个人联系他们的 就是联系到他们的一个对标 我会想叫他DMX 因为本身他是那个幸运型 也挺好听的 对吧 找我联合 就我个人联系他们的 就是联系到他们的一个对标 因为本身他是那个幸运型 他那个星星 对 就但是要 我想大明星 很适合哦 也挺好听的 对吧 找我联合 就我个人联系他们的 就是联系到他们的一个对标 我会想叫他DMX 因为本身他是那个幸运型 他那个星星 对 就但是要 叫羊和Flying 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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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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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其实吃了这波 相信以后会考虑再往南边走 但是要看现在还有37秒钟的时间 他们现在边上可以待 干脆就把这几十秒度过 对吧 等一下 就是看圈形怎么来 他们再做决定 目前右下角是一个弱侧 嗯 右下角本来在上个圈就是一个弱侧 没什么人的 DMX看到这个圈芯以后呢 直接上车提速 开绕 绕窄边就完事了 ZCG还是会比他们更快一步的 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信息 也多少能看到一点 因为两队一直很近 沙尘暴里面顶了两支队 下个圈从排水的角度来看的话 往左上右上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对 看一下 这波是一波空降 刚才左上角的这波队伍 现在都比较被动了 比如说像飘柔天霸 包括DSS 其实刚才那个位置这么好 现在也是变得有点鸡肋 不知道拿到多少信息 现在西边队伍确实是 囤积的有点多了 再往前点 这个地形的防区都已经被占了 是的 而且ZCG其实在过点了以后 它是采取的分战 官员也是在绕施城这边找一个窄边若策 DSS跟飘柔已经遭遇了 Summer这个位置在烟里面 而且看一下队友距离 已经去到海边了 队友感觉Summer被留住了 是的 跟上一把的情况比较接近 就是前面队友看到以后 第一时间过去 但是后面的队友没有跟上 然后那载距也很拉 对的 看一下Summer那边 能不能有找机会和队友集合吧 其实危险系数还挺高的 主要是DSS一直看着它 这俩蹦蹦 而且冒烟了 真的是不好挡 这车胎也没了 Summer很危险 Summer还是被打掉 对吧 另外三个人的话 沿着山坡 山体公路 南边的公路走 现在就是对票来讲 又是出现了载具和人员折损 这个 它很难做大范围的转移 是的 头顶上这两支队友要交手了 MNG天霸 天霸是一个高点 而且更晚吃到篮圈 防守 感觉MNG 过点还是要挨抽 七七已经报了信息给队友了 有人已经贴到你们脸上 准备扔雷 这两个都被它打残了 看这个雷能不能起效果 天霸其实就等就行了 它是一个防守方 对 附近的干扰不算多 马路对面有天路 可能会有些影响 确定位置 泡泡这边先捏一颗手雷 利用反鞋 泡泡 对方站位有点集中 这一颗手雷跟我去直接双响 泡泡 这一下再来一颗雷跟上 地歪歪 全是出现了右上 左下的水被排掉了 是的 他们就很难动弹 天霸的枪线非常有层次 这个时候天霸 我觉得不用往前 他就在这边 架完就完事了 嗯 在背后 诺瓦摸了过来 不知道天霸有没有看屁股 好像注意力都在MNG身上 他看到这个圈 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呢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想进圈了 背上不会来人了吧 是的 但是NORMA就反其道而行 直接来到天霸背身 这一出手 其实一个很大胆的过程 找到一个MNG的独狼 只剩ZYY一个人了 天霸确实是没想到背后来人 是的 完全没防备 这有点难想到的 灵树倒地以后ZYY走了吧 嗯 只剩一个人了 他其实 确实有点难想到 这个圈形给了一个东切 他们在西边打架 你想想 对 而且在圈外 居然还有圈架的 圈外宽边 是的 嗯 居然还有人过来圈架 不走寻常路 NORMA这个想的也是对的 因为说实话 他们正常打的话呢 你未必能拿到这个分数 主要没位置 对 他现在已经拿到四个淘汰了 就是无伤换了四分 然后你等会我再开扎 说不定扎一点 排名分出来呢 主要我们在上个圈形就说了 这个圈形里边的防徐极少 也被占了 对吧 是的 一旦被排出去 又是在圈四的情况下 就很难受 你只能去找人打架 嗯 实现没地方去 NORMA开着开着 要开到实现脸上了 嗯 前面还是天路啊 过点 过点有那种小反鞋 双方先护冠一波道具 头直接被掀掉了 圈架的太多了 嗯 跳起来感觉都要挨枪子了 是的 ZYY也被惠惠给发现 老科先被阿桶木给放倒 对方中间是起了一条烟线 最主要你踩到这个坡上 就会被十七抽 嗯 就很难受啊 现在天路一大波道具 招呼上了NOVA 嗯 可惜 这个道具的准头 有点拉丝 拉丝很准 嗯 他也没捞着 听了个响 哦 还是靠枪 你防守应该没什么问题 天路啊 一波刷屏 倒了好多呀 是的 这边天路是守住了 然后另外一边 十七是撞了这个new happy的房具 换掉一个自己掉脸 天路能把握到这个信息吗 这正好是在打架 等会有机会来接盘 又是一个手里将男的炸倒 对方剩俩 还有一个冥冥 旁边还有GSW 是的 坏消息是对方好像是能服人的 但是男的已经吃到叉叉弹了 好消息对十七来讲没有三个人 嗯 现在是房区一个二打二 但是在五圈出现以后呢 这个房区也不在圈了 两个队伍还在这里耗 嗯 那其实另外三方队伍更没有必要再过来了 就看有没有 除非你想拿分 哎 有得分想法的 对 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 这个圈你想正常推 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是的 然后天路的话是因为他是一个满边 所以走向了DSS的方向 但是一波刷屏以后天路连续倒人 哎呦 两边都在接背身来了 CTG啊 是的 小五还K了 K了点分啊 NHC108 哦 这边是明明被GSW背后撞了 导致NHP这边是被加了 过点 小北翻了出来 真是大胆而又有想象力 并且令人难以理解的做法 天马行空的操作啊 给到了对方机会 他是怎么想的 他想去 他想抓timing 对 他想抓timing 只有这个解释就是他想抓timing 趁对方在打赶紧贴到房去埋一个和队友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嗯 很有道理 嗯 小五接一个 你想不到的角度 摆身 Tik 大残 3D血 是的 但是非常主动地换了位置 扔手雷 两边各给一个 然后再换位置到厕所打药 对 还埋得有雷啊 哎呀 对手的反应很快啊 露露 突然一个转身 他还在打压 吓了一跳 90度切枪啊 嗯 DSS啊 这里的话也是在两对夹心的情况下被淘汰 但是他其实给天鹿也造成了不少的伤害啊 天鹿和CTG经典式2打2 说实话 Pero能转移到这个位置 真的是非常厉害 太不容易了 而且目前三人的编制感觉还有一点操作空间 他其实这个反驳反而是能够限制到FM的 是的 FM现在没想法 我现在在圈 没有必要顶着头顶上的枪线过来的吧 但是崔七央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目标比较大 对方直接撞击脉舵以后 虽然他换掉一个 他队友跟不上啊 没有办法 因为队友都在坡下 正面还有FM的枪线 对方人多 跟你人换人就行了 但是北七的位置应该不太好服 得给烟 烟雾消耗量还不少 找一个经典的队友给个一线烟爬过去吧 反正都是一刀好像 而我们看到左上角这里 JSW刚刚在打完防具以后呢 也是直接过来找 天鹿了 看到人以后给道具 手上雷还是很多 是的 麦托尔还是那个 目标比较大 但是我好歹是有严敌 身位太大了 贾维斯 要倒了 哦呦没有 Coco出手 背身来人了 屁股被偷了 这个烟雾弹也是正好封住张德生的视野 龙泽权得赶紧往回爬 贾维斯还有雷 哦95k又把Coco给放倒 感觉想全吃 露露 露露好勇啊 是的 露露尽力了 露露太团 对了 我只能说他这个动作 对 他居然拉到赛圈六阶段 拉到蓝圈里面去给队友 想打特伸找机会 确实给他找到一点机会 嗯 哦正面对方的枪法还是很准 张德生的压力很 给的很足啊 龙泽权是趁几个区块 打药打起来 张德生倒这手 轮到你了龙泽 这个地方太吃雷了 又是一枪头 龙泽权 直接让雷可以夹在脉垛中间 把张德生给扎倒 没想到那方的道具这么多 还有雷95k再来一个 这个雷就有点要命了 实在是强奴之末 最后也是靠枪将对方全部解决了 是的 今年二打二 CTG CTG现在要防守GSW啊 他其实也是踩在圈的边缘 是的 他也挺 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巴不得GSW主动一点 是的 ZCG 在马路的反线现在先跟Pero和换 都有交火 嗯 外面这名队员也是残血啊 是波波 现在ZCG是开车的贴到了 声音星龙的 围墙边 是的 但是跑步的全都 被放倒了 声音星龙主动出击啊 拿到一些分数 路人是单防两队 DMS这个时候也过来了 他觉得位置不舒服 啊 趁这个机会一看那边声音星龙响枪了 想先把垃圾房给拿下 对他也在场上找机会 但周围这人有点多 现在FORM要不要看一下背身的Pero 已经准备出手了 先打Pero 嗯 FORM现在是满边啊 刚才Pero减元的信息已经拿到了 他两边都要打 两边都要打 这个不太可能吧 看起来有可能呐 因为他比较清楚 现在Pero人不是很多 对吧 是的 他没有钱压 他没有钱压 我就在外围一直是 哎呦 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把这个圈给守住就行了 是的 能打就打 他也不是说我主动要来亲你 波波放走了黄一鸣 这样的话Pero只是最后一人 小左 哎呦 这一下小鹿也是及时的补上了伤害 把小左给淘汰掉 这样的话背身没有威胁了 嗯 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往前顶了 而且与此同时 DMX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损失了两人啊 是的 因为声音星龙和FM同时对他们出手 那好歹呢 是挤了一丝生存空间出来 对 因为他们刚刚站那个位置 确实有点难受 对 可能他们觉得站不起身 确实 因为他背身只要来人 就差不多了 嗯 因为刚才崔奇奥的那个位置 我们看到也没有什么活动空间 是的 圈形非常微妙 看一下会不会把房区排掉 嗯 这个给到一个 西切 是的 GSW 笑了啊 这个地方有很多操作空间 他们现在就来找独狼了 是不是 他们近点就一个CTG 是的 看看 守雷已经准备 有动手的意图了啊 想试探一下吗 苏泽在这个地方 已经单人五个淘汰了 这边缝了三个人直接往前顶 冠神打头阵 冠神 丁神被发现 对方看到了 哎呦 苏泽连打两个 苏泽非常的强 顶不住了呀 这拉伤出来 补伤速度好快 现在只剩小鹿一个人 前点三个人全倒 真的 这波 只能说苏泽正面真的太顶了 顶了 顶住了 他在这波之前就已经是五个淘汰了 而于总是 博良那边也是解决掉了DMX一个 嗯 还能服 苏泽这边要躲躲雷 博良过点 没被抓到 刘七胜打算去找博良单挑 嗯 这样的话 他背身将会暴露在小鹿面前 在小鹿同时也暴露在唐宝宝面前 D飞淘汰掉了小鹿 这真是螳螂捕蝉黄绝在后 对 唐宝宝也过来这个房去啊 待一会儿 而GSW也是把CG给解决掉 还剩下最后一环 哇 声音新龙又在决赛圈啊 是的 而且10个淘汰 对 苏泽已经七一杀了 哈哈 咱们今天的上来两场米拉玛 这新队伍表现都非常给力啊 对 虽然DMX他没有在这一局拿到淘汰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角色方面 就是他们想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目的性很强 我这把站不起来 那我就要空间 是不是 主要说声音新龙这把打太好 是的 只是你在这边没有打过嘛 嗯 从亢阳来讲的话 GSW的活动空间是最大的 说他们都在房去卷啊 我就到外面的反鞋跑 他现在想狂给压力 发不得你们的房区的人先打起来 是的 GSW唯一美容不责 就只有两个兄弟了 声音新龙由于唐宝宝在近点呢 也没有办法去对GSW做布防 嗯 篮圈刚刚合 车炸了 补掉唐宝宝一个 嗯 反正这个房区都是要出去的 现在就看声音新龙 和唐宝宝这个打斗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员上的一个损失 没有问题 打一个芒果 妈咪这边经验是很老道啊 嗯 被忙了以后 大家都是举着双手 但是他就可以靠腰车 把地方给打了 宋江怎么回事 想躲在这么一棵 小草里吧 哎 趁机又K了一个头 9K结果也是连连得分 没有问题 拿下 四打二 要看新年贾维斯 对 现在 声音新龙反正人数上肯定是绝对优势嘛 对 而且队员也有爆发 枪杆这么好 看苏泽的啊 还有车带出去 呃 其实GSW正 但是怎么回事 路人直接把马里撞了 终止交易 是的 这个时候蓝圈快要来了 时间比较紧迫 得赶紧扶 错过了一把time 95K可以撑这个机会过点啊 嗯 背后蓝圈也快来了 我刚刚还以为是远点95KK倒的 结果一看撞飞的 是的 嗯 拖了点时间 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 嗯 来得及 而且上面有载具 对吧 对于 就看他 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 原点 正义新龙他的枪如何了 是的 留一个架 然后令人 哎 不不开车了 只拿了路人带了一辆车出来 好的 有跑的 有开车的 有打的 有架枪的 这个人有点管过来了 看95K能不能防住 防不住的话 这把就没了 想救一下队友 但自己进点压力呢 直接被苏泽找到一个侧身 被夹了 没有办法操作啊 90多路人这个位置找得刚刚好 95K 先放到路人 自己血量很残 是的 苏泽 苏泽再拿一个淘汰 就是九杀了 进点 马美丽往前顶 没问题 这把生意新龙 吃了一把大鸡 是的 12个淘汰成功 2个淘汰成功 小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赛后的评论戏当中 我是主持人小七 我是孟宣 那么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精彩并且很激烈的第二场的比赛 那么我们今天的沙漠图前两场就已经全部打完了 就目前来看的话呢 也正如咱们的两位解说的同事说的那样 今天上来的两把比赛 这个新军的士气啊非常的胜 然后生一新龙在这一把的话呢 又是成功的吃鸡 虽然我们在说这个队伍它不是新队伍 但它那是新的队标 对吧 也是老选手组成的这样的一支新军 但是磨合的很好 磨合的很好 尤其是在当时我们看到整个偏西边的那个反坡 就一开始4M战队和Pero去控的那个反坡 苏泽的发挥在那个地方 拿到了不少的一个个人的淘汰 单人有吃白有七杀 差不多 应该如果那个跳的话应该有八个 因为当时GSW剩两个的话 有他的一个击倒嘛 那最后队友那边是给力 将这个没有药95K给打掉了 因为当时其实生意新龙 虽然说在最后的battle之下 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失误 小插曲嘛 是的 小小的一个失误 但是来得及 而且本身呢 在八圈的时候 它也是在一个偏窄边的位置 而且它本来离白圈呢 又很近 最后的梅花装艺形成 只是说让整个封烟和大家往前面去走的这个时间节点 可能要耽误个差不多十多秒钟的一个时间 不过最后的人数还是绝对的优势啊 神医新龙确实 四打二嘛 这把打得很猛啊 除了这两个队伍以外 我们其实再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往前倒一倒 那这把接近于决赛圈的一个位置 Pyro也是挺难受的啊 被两边的一个夹击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把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啊 打完之后的话呢 神医新龙目前已经有31分了 来到了第一的位置 这把22分啊 好猛啊 然后是DMX 值得注意的就是DMX这把 其实从一锁二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右上角的位置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高峰区 它通过自己的运营的方式 加上一波提速的扎点 是来到了当时神医新龙 右边的那个木房 也就是那个垃圾房 然后成功的 保住了自己前八的一个排名啊 我们看到9到16位这边啊 17战队 唐宝宝 FTG DSS 天霸 New Happy Pero战队和MNG MNG和天霸两个队伍 主要是因为圈形后面 刷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右下切 是的 它两个队伍是在左上角的一个山头 然后遭遇的 也是打得比较的激烈嘛 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在 这个观赛的时候还说的 就是其实天霸那个位置 如果说它第一时间 不把前点位的那个高点给放掉的话 可能后续去处理掉眼下的 MNG 效果可能会更好 因为你把自己的点位往后去撤的话 虽然那一波泡泡的一雷双响很关键 但由于两个队伍都各自有反坡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给到Nova这样的一支第三个队伍 去摸你的屁股的机会 而且Nova当时做的那个决策的时候 在我看来我觉得 就是这个时候想 在说圈的时候 我再听到你两队打架 然后我去把你们两队先清掉 这样我的圈边进一步进圈的时候 万前推会更好打 保持我队伍后面 没有其他的队伍 是的 因为本身除了天霸和MNG以外 Nova就是第三支偏北边的队伍嘛 当时那个圈我们有讲过嘛 是一个右下切 但是它的选择和另外的一支天路就不一样 天路是一看情况不对 对吧 我直接先把你坡下面的那个马路的反鞋 在厕所的连接点 先给他拿了 我先站住 我先给拿了 反正你山上的队伍不管谁赢 你下山终究是要被我抽的 而且除了我这个手边的队伍以外 那个整个地形啊偏开阔 你远一点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队伍的枪线 帮着我一起去抽 那对于天路来说 他在整个马路边的那个反鞋 或者压力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 只是后续的话呢 我们看到在烂尾楼 包括说那个连接的长条房 以及马房的实习战队啊 还有new happy战队啊 打到比较接着的时候呢 天路是选择了另辟蹊径 他是选择往这个左边去绕 想要通过那边的一个偏弱策的方向 因为你其实有时候去选择哪一条路啊 或是劝哪一波架的架 看你的信息拿的如何 是的 看跳的击杀信息啊 还有自己选手捕捉到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然后天路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偏西边的那一侧的信息拿的没有那么多 因为那边当时积压的队伍的数量还是蛮多的 尤其是山头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队伍的一些枪线上面的干扰啊 那么这一把的话呢 呃 生意兴隆啊 这个也算是打得非常的优秀 因为目前两把打下来的都是在决赛圈 都是在决赛圈 然后dmx是差一脚进入到决赛 因为dmx那个位置到后面被两队一起打 他没有办法起身也没有办法还手 是的 所以只能拿到一些排名分 那另外就是这个蓝色对标的唐宝宝了啊 唐宝宝战队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其实前四个圈他的圈运两把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 啊两把圈非常非常都不错 你看第二把的二拳一刷出来 直接是接近于中心点的一个位置 而且他跟第一把不一样 是因为第一把的这个极限的切脚 稍显多了一些 第二把还好 他的那个位置啊 能够慢慢的只要守住那个防区 可以慢慢渗透 可以慢慢渗透 保进决赛圈的一个位置 只是最后的话呢 因为在初期被new happy打掉了一个人啊 他的人员编制没有那么的多 在这种局部的进点去多支团战爆发的时候 其实战场是非常的混乱的 那么我们再说 想要降低在这种混乱当中的一个失误率 你其实要多一个兄弟来帮你去架枪啊 帮你去打一个所谓枪 因为当时就是位置很重要 配合也很重要 对 对吧 刚刚我们有讲到很多关于天路 从左侧的这个抉择 那GSW就是从那边出来的一支队伍 另外一支队伍两支队伍相遇了 是啊 他整个西边打完之后 再到95K所踩的那个石头 其实差不多也就只有50到100米的距离 非常非常短 而且那边一旦清干净之后 就是弱侧了 整个队伍都是在我们看到 大仓的南部的那个坑啊 包括说 Pyro被清掉的那个 小草垛子啊 因为那个后续不是唐宝宝也压过来了吗 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啊 随着圈行刷小之后的一个结局 我们今天这上半场 三场比赛已经有两局沙漠图打完了 接下来的第三吧 就是圈行更加重要的 是的 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 也会发现啊 就是墨轩也是自己私底下 会和咱们的这个选手 有一些一起打游戏 一起打游戏 学习 你自己包括说你了解到选手口中 对于这张图上面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游戏体验如何 你觉得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泰哥这张地图就是 呃按照我打 打天天来说算是 呃 打肉点比较多一些 你还是个枪男 我不能说枪男 女战神啊 那那倒没有 就是我 我是跟着他们一起去肉点 对 然后选手我们都知道 肯定是打这个rank的时候呢 他自信度啊 非常的高 对 那肯定是不愿意说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 打天地的时候 然后去运营运营 很少 因为这个图地势来说 会比较平坦一些 对 你如果说你前期肉点下来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剩太多的队伍了 如果打到后面高分段以后 就是防区会比较重要一点 当然 因为野外没有 没有很好的位置 就淘汰率会很高 你看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 说到了刚刚的一个重点 这张图的话呢 他确实在后期的防区啊 这个容错率很高 持绩率概率很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选手的一个准备情况 刚刚看到的是生育新龙啊 也是第二把成功持绩的队伍 目前这个状态和士气啊 真的是不可抵挡啊 首先的面孔小灰 因为我给小灰是一个地方的啊 都是湖南湘西的 那私底下呢 聊的也会比较多 其实他现在的性格 已经变好很多很多了 之前我们就说啊 比较沉闷 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如果比较沉闷的话 其实确实不太合适 后来讲了很多很多 多交流 VTG战队 那么我们的比赛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也是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加油 好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常规赛第一周第三场的比赛 是的 来到今天第三场TG战队啊 泰哥 航线 这把航线的话还可以 嗯 很居中的一条航线啊 又下往左上 终于来把正常的航线了 哎 之前两局米拉马这个航线 或多或少都有点偏 对 而且米拉马又大 对吧 米拉马这个大呢 你一转移起来就真的是很费劲 开车贼慢 是 我们之前一直是在训练赛上面看到他们TG战队的节奏巨快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联赛 是不是大家都稳重起来了 是的 至少这几局比赛啊都打到梅花多了 对 还是说 来到联赛TG战队这个地图呢 他们还是这样打 因为这个地图说实话 非常多的老六 我是觉得这个图可以存在很多老六的 野外防徐很容易被摸 但是说实话 像野外防徐被摸这一点 还是大家纪律性 就是你上来你放个中伞或者高伞 你就知道你附近落没落雨 嗯 别人不可能莫名其妙 你说一般都是走过来才能摸到你嘛 对吧 是的 而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大家的 一开始TG战队上来 大家都有一个强点嘛 在联赛上面 现在已经结束了 对吧 现在大家都有区域 而且我们说了 在TG战队上 它的野区也还可以 上来是一个宋安的南圈 嗯 宋安没人 正中心是一个不算很高的山 这个山 只能说有一些地形 总体来讲并不是那种 我可以一览中山小的那种地形 对 这说实话有点荒凉了 这个圈形的正中心 对 嗯 这圈形的对顺位可能要求比较高 反正直接战山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会不停地有队伍来找你麻烦 对 很多队伍在一圈 还是必须要转移一下 嗯 回家也得比较慢 嗯 露露已经第一时间去到了 圈比较靠近中心点的房区了 是的 这几把CSW表现也还行 嗯 今天生意形容是两进决赛圈啊 哎 看这个手感很好啊 这几个人主要是经验又加在一起 是的 状态又在线 嗯 天鹿今天正面表现也是很强势 他应该是在老牌队伍里面 今天表现最好的 嗯 OCDG虽然也是老牌队伍 但是之前呢 呃 他们不算是最老的那种队伍 那今天也是表现还不错 嗯 这小兄弟们 得加加油 本来一开始大家想好的剧本是 Welcome to PCL 看一下这边 法棍教父啊 成为新任PCL连赛出场的 记录保持者 嗯 林树啊 林树 依旧坚持在我们的赛场上 是的 确实也好多年了啊 对 林树 我觉得 虽然大家对他争议比较多 但总体来讲 他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 非常强的 有争议说明他是受了关注的那一拼 对 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寂寂无名的选手 他发挥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是很在意 对 反而是有人关注 你就会在意他的好坏 发挥的好坏 从职业生涯来讲的话 林树虽然不能算是非常完美 但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 能有他这样的职业生涯 大部分职业选手 应该说95%的职业选手应该都做不到 当然 未来他还是有 可以更加上升的空间 对吧 出道出的比较早 然后年纪其实并不大 因为 而且他所有的成绩嘛 就对于一个选手来说的话 希望拿到 大满关 嗯 对 竟然打了职业 对 是的 首先从联赛冠军开始 对吧 杯赛早就已经拿烂了 是的 先把杯赛的神 都打到队员都怀疑 是不是有魔咒了 这个 有的时候 我觉得魔咒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暗示 你在魔咒能比老二王魔咒的多 对不对 都能打破的 这个只要你有信心 是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能 对于很多一些所谓的魔咒也好 还有一些就是说 梗也好 你能够把它作为一个 玩笑来看待的话 做乐子来看待 其实就已经突破心魔了 对于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弱点也好 或者是薄弱的地方也好 大家不要老是觉得要避而不谈 其实谈一谈 反而会有助于选手 去解开这个心结 对 现在感觉很多老将都已经成熟了 我觉得 就是他们 看待问题也非常的轻松 对 比如说自己在赛场上一些 失误被完成梗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反映是一笑而过 这把一圈就直接飞了 飞得非常的早 但我们也提到过 这个圈形的 它的一个缺点 就是正中心的这个山地 其实 想要滞留的话 是很危险 你没有载具 没有道具 因为现在载具决定了道具 你道具少的话 在这种战斗里面会比较吃飞 他们还是选择去找一个落车的房区 看一下能不能再靠南车找一些车 看来这里车很多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主要是我看到他们的起飞点 是在江南 你懂吗 就是在这个点起飞 你不拿车 万一圈形切回去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有点头痛的 本来南边人就比较多 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要从一个 我们所谓离岛方向 就是从地图外的方向向内进圈 当这个圈形出现 切到了地图边缘的这种情况下 从地图外侧向内部进圈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是弱侧 但是实际上这把我们看到绕窄的面有很多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有看到过 像CGG他的一个用战 时机就是等到圈一快收缩 圈二的时候 圈二快到 对 那几秒开始起飞 对 然后等到点以后 他也有一个选择权 对吧 对 这样的话你等于一次转移到两个权 真正在顺位不好的情况下 这种方式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不过刚刚也是看到 ZCG在落地以后拿到 有拿载具 那就看一下后面怎么来吧 这个圈 是的 我们刚才我们看到也是在圈边展开 这把应该是要选择慢打的打法的 他要等一个切脚 因为这把从顺位上来讲 富卫已经是排到第四第五顺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他是主动放弃掉 圈中心的一个争夺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明智的 也是现在比较符合 现在主流节奏的一个打法 你在出现极限切脚以后 有一个优先的绕切脚的优先权 再次第二个空头 MNG 是选择空降了 这波已经很挤了南部 大家都觉得南部人少 但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南部的队伍非常的多 人在往这里走 飞伞都往南部选 找房区只能是先滞留一下 而且这波的车都已经被ZCG给拿完了 大家还要被打一波鸟 如果没有减员的话就非常幸运了 这一落地 LASHKK接了一手的小羊补枪很快 这个仓库里就只有他一个 是的 能服 有心无险 还行 而且现在FDG在组织进攻的话 其实在人数上也不占优势 对 买了一个FLYING这个位置 小灰灰第一时间不知道 其实他反打伤害造的 打得还是挺高的 苏巴提来了 这波围墙有队有架吗 有 那问题不大 反应很快 是的 但第一时间没补掉 这样的话MNG还有操作空间 如果说能把这人全接掉的话 MNG还转了 赶紧走 不想使这个雷的伤害 队友一直来 直接飘逸的拉枪 是的 救下来了 这波MNG转大了 空降的情况下 还把原住民给打了 拿到三分 FDG在这里 主要站位还是有点分散 然后去的时候 有点葫芦娃救爷爷 没接住的同时 又去葫芦娃救爷爷了 真的 亏大了 FTG我们知道是一个 比较喜欢打遭遇战的队 我们也想在MNG面前 居然是吃了这么大的亏 而且对方还是空降 确实战位太分散 也没办法 在城区里面 是的 比波小杨在接低人的时候 还是立下比较大的功劳的 反应其实还是很快 小杨 对 但是捕枪到位了 DMX也是吃到蓝圈 在我们的积分板上面 有一个蓝色的标志 是吃到蓝圈 所以这边也是等一个切角 没有想到吧 这个圈往南走的情况下 北部居然是一个弱侧 这个跟那种尸臣圈 是非常像的 尸臣圈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从正北部进来的 这些队伍反而就被让开了 然后其他队伍都想从两侧塞帮子 这个地方往里绕 感觉一下子回到两年前的比赛节奏 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按下圈行会不会偏向大多数人吧 是的 往北走 这样的话 17跟4M 就一下子空间就展开了 信息也很多 而且他是把这个山给包裹在中间 对 这样一段话 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个山地战的决赛 我感觉会提前热闹 提前见面了 这里天霸 遭遇了 灵术打掉一个人以后 对手的位置 因为对手是要进圈 是的 继续驱赶 最近交火的很多 大家都在转移过程中 彼此之间互相伤害 这地形确实是有点头痛 你遇到的话 能交手就先打了吧 对 DMX也是这个圈的一个最大受益人之一 因为刚才他卖的制篮圈 这波突然间变成一个弱侧了 好吧 我继续往上开 还有Peril就很危险 Peril 全员来接车 一枪头 没打下来 刚才扫了一个下来 这波我们看一下又扫一个 DV一看情况 我们要赶紧溜 换一条路线 走但旁边的话 还有CTG DSS 是的 这波开枪以后 他们的信息也算是比较明了 在这个山头拉开了 等于是 来一个接一个 但是后续的话 旁边还有天鹿 以及天霸 看样子来讲的话 Peril至少应该不是第一接手人 前两局比赛 Peril的状态不是很好 这一局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手感 是的 主要关键是要有开枪的机会 对吧 而且他们其实站着这个区域的话 有一个防区的 只是那个防区应该是处在一个低点 就是一个保车点 对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收缩下去 但是有机会踩到 踩在那个山头上 还是可以看看 是的 罗马的全面也是有声音心龙整队来卡 他们现在留了一个队员是在蓝圈里面 看信息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突破口 山顶上的声音心龙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离 确实声音心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去 看到了 苏泽手感很好 爆炸 这个选手真的是前途无量 没想到线下赛 开几枪 对方直接倒了 路人 对方这个树很细 对 紧急打了一个烟雾枪 那就扔手雷 直接把人补掉 那目前好像森林心龙是精满一足 没有选择继续追击 是的 他现在的目的达成 我就是要赶你走 你千万不要来近点 对 主要诺马现在好像没有太多位置可以绕了呀 嗯 真绕不开 因为他看了半天了 这里 东边是麦田 嗯 这机器 找到一个车 连秒两个 灰灰 那就还有吗 老阳这边还是稳 嗯 山顶来了一个 shock1 shock1看一下他了 一波没空好枪 小阳立刻反打 我地鬼 基本功扎实啊 自信 队友都能服 他接着MNG啊 等你把他赶紧扶一下 也是前面两把没有拿到太多分数的队伍 对 天马来圈架了 嗯 兄弟们等等我 这个时候刚好扶起来 天马这个位置感觉要把MNG全部给围住 是的 这些圈又是个童讯啊 实际吃了过空头 给炮枪打了 但是头顶上 对方是一个交叉火裂 投掷物也跟过来了 连打带捕 那炮炮这边是被小阳 小阳手赶起来 嗯 目前四个淘汰在手 放倒一个炮炮 但想让人的侧身也非常危险 想换位置来不及 哎呀 这一波是直接被林初找到一波 侧面的消音器开枪 嗯 想让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对方在什么位置 炮炮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的烟雾弹是救了自己一命 是的 MNG现在只剩两人选择先行撤离 天怕还有机会救队友 可以收缩一下自己站位 赶紧把人扶起来 14秒钟时间 圈要开始收缩了 而且他们现在位置是在一个 呃 就贴蓝圈很近 MNG看这个情况只能往后撤啊 嗯 啊 炮炮被远处857给补了 冤枉啊大人 不是有烟吗 炮炮 也确实多少带点 带点五月的属性啊 嗯 我们一般称之为五月蜜蜂 maybe 哈哈 哈哈 现在都十月了兄弟 嗯 double maybe 有道理啊 数学还是你学的好 你们声音心龙也是全选择从圈边撤离 但是另外一侧的话 他们竞选的方向是放防守的城区 上山的过程中背后MNG是穷追不舍 蓝颖非常耐心 肯定啊 你打了就是MNG是被添霸搞的 他现在肯定看到你人被捕掉以后找机会得搞回来 进圈路本来就不好对吧 是的 打我杨哥啊 这波给那林书捅了 捅了以后 那今天就是一个二打二了 但是天花的位置呢 有机会是卡住MNG吗 就给我点对方开车 能不能抡一个下来 这掩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啊 是的 要站到最后了 ZYY 烟雾马上快散了 然后现在MNG的枪线拉的还真挺开的 感觉都是一对一的队位啊 ZYY ZYY被对方抓了不太明 但是枪还是稳 对 血量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只剩下Fly一个人了 这波是10队啊 七七 没有时间打 要抓一个对手的过点 没问题 天花这边 虽然有减员但是拿到5飞已经很不错了 天路过来收割了 是的 东边的话 声音星龙也是和Fly遭遇啊 嗯 外面里吃了颗雷 左下极限切脚 GSW吃到一个很完整的切脚 嗯 右上角现在热闹了 有迫击炮是谁打的 刚刚画面里是谁来着突然一下忘了 嗯 天路 这波屁股得擦干净吧 其实你是一个弱侧窄边啊 嗯 你屁股擦干净上山的话 其实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另外一边Fly跟声音星龙已经是交上火 声音星龙被赶到了一个圈边的房区 是 现在天路只需要把自己窄边守住就行 其实 防住啊 强侧在东边 跟他无关 最后开车拼一枪 但是一车三男 这命运 命途多船 去哪都不好走啊 对吧 哪里都是人 你看New Happy New Happy过了这关 还有DSS 还有Pero 这三个兄弟不能去找New Happy 太可怕了 是的 哪里都找不了 然后再往全面走 CTG这里 也在防边缘 哇 骄阳 一雷 双响 嗯 倒了一波 炮欢送 掉一个下来 是的 声音星龙这波也是被迫不得不扎 并密麻麻全是人 嗯 这个石头 车都快不行了 但是头顶上完了 有时机 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手雷能起飞 小米 小鸡着米图 嗯 里构测切波 只要跟队友一起配合 别捡猿就行 对吧 是 但别捡猿 让装备很精良啊 但是不能失误 对吧 嗯 再来啊 没问题 很稳啊 速久跟小鬼 真的无路可去啊 声音星龙 嗯 东边的队伍马上快交手了 现在有圈踩 有圈踩这队伍就笑嘻嘻 对 你们打吧 那我想看 圈面的飘柔 有什么时候动手 因为他们现在是 正好是处于 所有圈面队伍里面的 相对来说 出手时机 最有选择权的队伍 已经开始动手了啊 这边 4M是先跟DMX交上火 然后另外一边 飘柔也是对 跟 牛海比作战的 DSS 动了手 是的 DMX 其实已经隐身了很久了 他一直找机会 但是现在这个圈形 包括 圈的站位情况来看的话 实在没有办法再隐身了 是的 就正好碰上了4M 正面跟牛海比 打得火热啊 飘柔这个机会 不能错过 IDS的大山也是 DSS给我们的大山 也是留下深刻印象啊 对 DMX龙KK 那个是打了 4M两人 消耗了 现在全大消耗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说过 飘柔是最后出手的 找机会来了呀 拿分机会 对吧 蓝圈也会帮你补人 车得带上哦 细节 圈又是出现了一个 左上切脚 那么17跟GSW 应该是在决策圈 没有问题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 Rain的位置 他们肯定不清楚 居然附近还有独廊 我感觉这个信息 是漏掉的 但是宝宝这个时候 我估计不会出手 不好说 如果他只看到 Summer一个人 你说他出手 他现在位置不好进圈 对 Summer反正单看屁股 这边是留了一个细节的 老将 过来单防屁股 然后剩下三兄弟 到前面去找一个收割的机会 是的 然后确实需要更多的淘汰分 还是很谨慎啊 Summer 实习是主动拉到蓝白圈之间 到圈外去打架去了 对 非常的果断 知道边上人不多了 过来清理 路久 又是手雷带走 小五的雷 是的 前两天已经花转过他的雷啊 真的准 自从王康退以后 他的投掷物是扔的最好的 嗯 哎 哦 夏天说 这个厕所我看了很久 感觉也有情况了啊 哎 听到了 提前打了散发弹 确定有人 记录性很好 是的 大山这里也被扣扣给解决 嗯 但是崔七一在解决人的时候呢 天霸过来了 是的 稍微让唐宝宝缓了一下 是的 这里是找到七七啊 嗯 有一个侧身烟 赶紧往里混 CT机出手了 CT机已经把东边打完了 来到了Paris的背身 七七往烟雾弹来撇了个雷 吹锹被震了一下 嗯 敲山震虎 那这样的话 厕所这个人其实刚才不是发现的 而是 人闪了 但是人泼下的 还是不知道厕所有人 这个时候应该确定了吧 有东西扔出来了 啊 看样子感觉是知道的 但是呢 可能看到了天霸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他是扔的厕所的闪光 然后上厕所的人出来了 那一瞬间 这波感觉两边都没防住 反正 好亏啊 被揉碎了 对吧 这一波 这波有点亏 嗯 其实如果说他坚持去打山上 可能效果都会更好一点 嗯 可能中途出了一些意外的情况 但是17这一局的话 其实打还不错 感觉目前拿了不少的淘汰分 嗯 然后把近点的威胁几乎处理干净了 天霸是悄悄地绕到了左上角 是的 就等CTG GSW天霸这里分出胜复 这把打爽了 GSW摸出来 没有想到受到了重创 是的 玉玉单人7个淘汰 哎呦 RING哥 这波RING哥在篮圈里面作威作福啊 独狼就是这种时刻 找机会来了啊 是的 这一波这拉出来 这亏大 好准的枪啊玉玉 这防徐现在他们好想回去 回不去了 玉玉枪也很烫啊 但是刚说完 里构斯出手玉玉倒地 哦 这里也是非常精准的手雷 淘汰拿的很多了 嗯 实杀 这CTG的风格就是这样 实际绕地图半圈 一路从北边打到南边 哦 手雷也是将玉玉和天天给淘汰掉 找到了最后的独狼 小米卓 又是一波小米扫射 里构斯的P90再次得到淘汰 嗯 红威早就走了 你看GSW这边陆路倒地 红威在天路教养竞典 这能不能想到 这个信息是从南边出来的 红威说我给兄弟们守住了家 但是兄弟们都不在了 只剩我一个人这个家 不要也罢 看一下天脸张德胜是吧 什么是 先来得一分 呦呦 强换一个 这边天路也是麻了 龙宗泉的补枪已经很快了 其实 对 麻了麻了 这把天路本来是很低调的 因为他看GSW人出去了 没想在房间里面留了一个兄弟 是的 你不是去南边打了吗 露露都倒地了 你们还有一个人呢 就在房区 不 张德胜确实也是急了一点 因为你想啊 正常这个房区摸出去的人 在家里面留个看家的很正常 老大爷 打算 那现在 实际是有一个高点的优势 并且枪线和视野上面 好像还不错 小五弟弟如果没有被抓掉的话 天路所有的动向 都会是在小五弟弟的视野之中 前两把比赛 时期虽然没有拿什么分数 但是一直努力在换分 正面战斗状态其实还行 这把机会给到以后 时期我们看到目前没有任何的失误 尤其是小鬼加素酒 在论坛上已经经历过一波拷打 现在我们看到这局发挥还不错 那阿托姆迪斯带了一个火箭筒 铁拳 来了啊 来了 正拳 看看这个火箭筒能不能起奇效 是的 重拳出击啊 手雷 这手雷砸过来了 阿托姆把小鬼给放倒 一换一 直接补掉 因为他现在天路人数占劣势的 他必须快速补人 是的 阿托姆掏出了一个火箭筒 一炮将小鬼放倒 没想到啊 没想到打到这个时候去啊 还有火箭筒 关键是现在阿托姆身上还有四颗雷 是的 但第一时间没有钱啊 他们在掩护的有去救人 这样的话是一个三打三 因为他 我感觉他的目的很明确 我现在只有打一个三打三 是的 对吧 给队友也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 这一局阿托姆 单人发挥 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关键的 对 就是一个手雷 小北再往后拉 小弟弟换位置也想扔雷 嗯 现在实际还是有序的展开阵型 那么天路目前唯一的缺点就是 低点加上阵型相对其中 但是他有机会雷 投掷物好多 要我再拖时间 你把狗仔三级头甲 物资上面来讲 时期还是很不错的 嗯 单人天路刚才因为舔到了 弱侧的一套空头 所以说他们的头甲 应该也很不错 是 胜负一下子就不好预测了 天路选择一只脚回到防区 踩着防区 利用防区来跟你打梅花桩吗 没有 他还是选择回到半山腰 感觉这个位置如果回防区的话 本身就是地点反而更烈士啊 还不如就卡在边缘 重防一侧 再利用反鞋来移动 对的 现在看高点小弟弟能不能够挡得住 这两兄弟 骄阳和八头目的组合 太阳神 嗯 太阳神可以 这边 十七的阵型 迎接太阳神的是 五北组合 速九单挂后点 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的话 速九还是去前点会好一点 嗯 这边变换阵型了 小北来到了速九旁边 小五还是在前点单防 他们选择把战略重心放在坡下 相信小五弟弟 其实都在酝酿 全部过来了 在天路要踩住这个反坡 是的 时期变换阵型 从坡底三人突破的话 天路也是有些反应 焦阳是和阿通目来到了近点 龙东拳挂后面边缘 蓝白圈看 最后的一个窄边的位置 都打反坡的话 其实条件差不多 嗯 铁波就是一个突击手的较量 这个类型感觉高点 你要拉不是特别好拉的 对 高点会有一个下山的问题 还有一个梅花桩 我们要看一下梅花桩 会刷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在等 因为最后一个圈 决定他们谁先动手 对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看到梅花桩的 两边在这个时候 第一个是军事 第二个是都有吃鸡的机会 肯定是要搏一下的 来 物资上面看龙东拳是一雷两烟 阿通目没有雷没有烟 但有一个火 来看一下焦阳的物资 嗯 焦阳啊 也没有雷和烟了 感觉都是在上一 就是刚刚那波遭遇 就都差不多了 对 宿九这边道具还很多 小五弟弟也是留了个保底的 你看他宿九跟小五 都留了一套保底 就一套 嗯 如果说真纯打梅花桩呢 可能会不错 因为毕竟 大家进入到这个梅花桩以后 是没有太多时间打药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北的道具 如果说小北还有雷的话 呃 时期就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刚刚小北倒地被救起来了 可能有 嗯 知道啊 因为他是先被直接被阿通目秒了 对 可能会有啊 就一颗也不多 嗯 但有两个火 如果说双方薄烟雾带 哦 先集火一波雷 小五的那个雷是扔到树上弹回来了 焦阳被炸的好痛啊 最后这样一台的话 双方啊 还是要靠 枪法来分胜负 对 小北也被打成一个残血 要稍微退后一点点 把药打起来 是的 小靠队也掩护了 素球在防高点 两边好像自由人的位置 都没有说往前摸 去打一个侧身的这样的想法 梅花桩是更靠近天路一点啊 对 那时期想要在这个圈形要破局了 他不想把时间拖到梅花桩 放进梅花桩的位置 天路这里放了两个踩住反鞋 然后龙宗拳也是 其实等于龙宗拳的位置 算是跟素球的一个对位 都是高一点点的方向 是的 时期在这个时候破局的话呢 是要出反鞋掩体的 但是这个坡呢 不好说 两边还是拼枪法 胜负一念之间啊 嗯 其实唯一的好消息 他还有两三颗烟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但这种烟其实到了决赛圈 基本上是 大家是共用品 嗯 你能用我也能用 对 因为但是对时期来讲 因为他有一个过点的问题嘛 对 还是得需要这个烟 还是需要这个烟的 混到天鹿的景点去 这个时候烟还得尽量往对方脸上 对 你要是把自己封闭在里面就头痛了 对 你最后打到决赛圈的时候 你不能我是一个出烟位置 要逼对方是出烟位 但是阿童木这个火 我觉得很关键 他肯定会往烟里面丢一颗火 是的 你敢不敢踩 看一个测身 第一波 打了一半血 小北被迫要打药 而是小北的位置是被阿童木看死了 在这个术后 小北是不是先动 但是 哎呦 先动 阿童目前位置没换啊 没换没换 他想把小北给解决 因为他看小北 火箭筒 哇 怎么还有火箭筒这种东西 掏出来了 又是火箭筒的破局 小五完全 这时期完全没想到 对方怎么还有火箭筒 直接秒 根本不给任何机会 这个地形火箭筒太好发挥了 是的 很难自伤 跟对方呼唤一枪头 强行拉过来 对方一棵树 死架 高点 这个侧身没人管了 少一个人 再打一个 美问题 天鹿 这一局也是拿到 七个淘汰成功之机 恭喜天鹿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新道具 嗯 这个地形火箭筒的 哪里也不充价 这一局不可能 最后的一区 全能复杂成功之宝 畅 There! 这四十分之宝 都应该让自己 轻轻地 renamed 从中载地线 刚刚说实话 在最后的决赛前天路的道具 真的是一个字绝 我只能说太绝了 很有想象力 而且它是最大化自己突击手的位置 阿同木跟敲扬 在最后的决赛前里面 都是担任突击手的位置 他们就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突击手 我的火箭筒就是要在突击位发挥作用 这个很有想法 阿同木其实他当时的单人发挥 在第一波就是人数劣势的情况 还是去打满边的时期 他在东侧这波发挥太关键了 这一个他当时是利用了手里的火箭筒 对吧 先把整个队伍两和两 就是双方打成一个三打三的情况 然后再来跟你慢慢去迂回 因为知道你这个时候也急不了了 大家都是三为三怎么打 那就只能慢慢等 等到圈形美化装出现的时候 他们又有美化装的一个控制权 关键性 娇阳手里还有一发铁圈火箭筒 是的 这个就是突击手 你既然是现在我们说位置 相对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突击手就可以带这个东西 在最后山地战就破决能力真的很强 尤其是在一队打一队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有第三方的干扰 火箭筒它还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缺乏补给 对 它没有办法在战斗中得到一个很好的补给 除非你是能够在车边发生战斗 但是没关系 我们现在一队打一队 对吧 这个时候火箭筒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错 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榜 那天鹿已经是凭借这一期冲到了第一位 35分 然后声音形龙这把只拿到2分 33分差距不大 ZG是29分 然后DMX是26分 GSWR是4分 17是22分 4M是17分 然后天鹿是16分 来看一下 9到16 目前 NOVA TPB 然后DSS MNG ZCG Pero FTG NewHappy 从第12名开始 现在是就往下走 是各位数的一个分数 对吧 不过东部榜单 9到16名的队伍还是要再继续努力 包括前面 因为我们其实只打了三场比赛 就上半场刚结束 下半场的话其实还有得追 第一名的分数也就30来分 其实并不算很大 对 可以看到在前面得高分的队伍 他在 他没有办法说连续得到高分 所以说这个分差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追的 只要你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决赛圈 像这把的话 天鹿就是凭借一把的高分 直接冲上来的 对 是吧 而且今天其实新队伍的表现 让我们觉得还是相当的满意的 说实话 目前在前三局看下来 总体的策略上面也是不错的 然后正面也是可圈可点 我觉得 适应速度应该是咱们历届 新生里面来讲 算比较 比较好的了 这个成绩比较好的了 对的 我感觉是最快的一截了 因为以往的话 他们来的话 那些新队伍还是要有一个适应期 对 对吧 好的 我们接下来的话 也是把画面交给小七 进入到一段采访 最后一段采访 最后一段采访 第一位队伍 FPP 2018 BGI 从中国 OMG 五年来 我们披草斩棋 转上世界的巅峰 汗水与努力 欢呼与掌声 将路与对抗 成功与失败 我们偶尔跌倒 但不断在前进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现在有请PAROL战队 重新入盘 属于你们的冠军奖杯 我们穿过旺潮 泳坐战场上 无处不在的风 我们不如云潮 世界冠军 享受这一刻 为这场没破风的子弹 我们有长风破浪的勇气 为什么这么渴望冠军 因为这是我直接生下中 最后一次比赛 更有绝地求生的决心 五周年 挥洒着我们的热血与青春 PAROL战队 China No.1 此刻 迎接属于我们的战场 PAROL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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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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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还是得要好好的努力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这边的一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把画面交到解说席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下半场的比赛 我是今天解说米方 Hello大家好 我行吧 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夏季赛的第一次上班 那么在前三场比赛打完之后 分别是由DMX生意兴隆 以及天鹿是各吃下一机 那么目前来看作为新军的的话 来说就是DMX表现还不错 但那一局的话确实属于一个优势地形 然后后面发挥确实蛮好的 因为我们以前看这些新军 其实决赛圈是很难去操作的 但是看他同时对两队发起进攻 并且这个决赛圈出手这个时机非常好 是的 就是看以前队伍他可能收着收着就没了 对吧 但这次大蒙星表现确实不错 然后天鹿刚才那一击呢 两个火箭筒确实是很重要 是的 因为当时他们其实在整个决赛圈当中 有储备两个铁拳 对的 那么在最后的3v3决战当中 是利用铁拳去造成了这个突破口 加上阿桃姆在底部的一个P90的出枪 控的非常稳 是 将队起来的话 感觉这一次啊 虽然有很多的新面孔 但是大家其实打起来 都打得还是非常有长法 来看天鹿 天鹿刚才这个决赛圈真的 就打完以后 我不知道现场观众有没有听到 他们天鹿自己的那种呐喊声 然后还有今天 圣星龙打的确实好 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新队伍 但是完全是老久 只有小看天色里面 苏泽相对才比较年轻 但是他的三个队友 都是属于那种做事率 拉得非常满的队友 可以说是以带辅助功能的老选手 对的 而且是3加1 没错 要不然这苏泽 确实直接打得飞起 嗯 顶头给到天鹿 目前这一次天鹿的呼声也非常的高 对的 大家都认为这次天鹿 可能要一定要拿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去面对到我们年底的这个PTC当中 目前因为天鹿的分数也是比较多的 只要稳稳进入到季后赛当中 而机会也是非常之大 对 那么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常规赛 第四场比赛 维含迪也是正式亮相于我们联赛舞台 哇 航线中规中矩啊 是的 呃 在赛前大家一直在讨论 就可能CDG会跟FORM在这张地图上面 可能会有一个ROW点 那么今天来看 其实并没有出现ROW点的情况 对的 直接在地图右上角 可以到一个副跳啊 嗯 没错 发现落伞的是天鹿跟CDG 天鹿这样左右两边都能控制下来啊 整个北部都属于他们 还不错 是的 非常的空啊 看这个圈形会不会有所眷顾 是的 本身维含迪这张地图 它的野点也比较多 而且物资非常的肥沃 但是另一侧就不对劲了 是的 DSS跟New Happy的散包非常接近 两边的目标也是非常的相同 看下落地谁更快一点啊 这边还没出现信息 楼顶有队位 是的 两边差不太多 看有没有枪 DSS这边应该是先拿到枪了 大三 直接打了两个 但是隔壁明明也是反击 12月是有一把M24 没有描具啊 这个在对枪过程当中是非常吃亏的 但是打下来了 没有问题 这New Happy的人找个机会 有没有能服的 但是陶一这个时候 已经拿了DBS了 知道你在服 两个人就上来了 特别能架一下 你们这里也能小帮忙架一下 这个过点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 上来了卡一下位置 不好打进来啊 给了低波压力 但是12月这边非常的准 但是李白 是的 他啪了一下 但是队友没枪 这个血量其实给一拳就倒 但是打不到 是 男人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他毕竟是赤手空拳 他不敢站起来 没有任何的武器 他就爬回音才能站起来 是的 队友把枪都给他丢下了 还有个包 而且本身 德拉库诺夫这个枪 出上线以来 备受好评 真是刚才那一瞬间没有枪 很难受啊 蓝蓝直接被补掉了 这样李白可以服一下队友 没错 明明要找机会进攻了 明明就是因为离队友其实太远 但他明明现在下来吧 12月府两个人进防再搜一下 其实还能再僵持一下 只不过楼顶的队友不好救了 从枪位上来看 可能会面对于一个三打二的一个情况 双方其实还有很多一些迂回的一些余地吧 我觉得还能玩 高楼速战速决的一个揉脸的方式 但是刚好打起来的时候 打成这种局面 已经听到楼内的脚步声了 把SJK想要开路 但是楼梯容易被架住 这个时候要等12月打完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肯定要稍微去补充一下这种物资 冲了冲了直接冲 因为这个防区它不像我们这个宿舍楼 但是第一波没能打下来 再回身 后面马了 12月补枪也没能成功换M24 李白这波SJK大杀戒 DSS这一波也是一换四成功的拿下了New Happy 枪械上确实 这两把喷子开路 是 其实主要是明明那一波有点马了 其实戒完第二个的话 后面是有机会去打V2的 还有一点 就是距离太近了 看到队友喷子很容易在这种近距离出现问题 所以明明几乎打都是提前枪 然后收自己身位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他低敏的一个劣势 有的时候可能枪会拉不过来 还有就是枪械的问题 明明如果是一把喷子的话 肯定位置就会卡得比较死了 那么我们第一把的确信也是刷了一个东谷圈 那么本局17天霸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顺位 以及目前正在竞圈的ZCG 戴萌星也是大家贴在一起去转移 其实作为新队伍来说 一起转移蛮好的 这样遭遇战可以四个人同时打 没错 分彩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龙仔看到了别人讲空头 天鹿现在其实距离还是比较远 有没有机会 蹲向而歪 但是空头已经被剪完了 而且龙同学已经退到了防区内部 换了DBS 我觉得作为一个前点位吃信息的人 还是要稍微的当心一点 因为后点位队友其实离得非常的远 这是富于个三级头 没有人拿 而且天天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危险 龙同学看了很久 自己是个四倍的迷你时从秒上 加效率上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上车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能打下了一个 但其实效果不是很理想 还想过来捡那个三级头 但CTG这局穿的位置其实还可以 这空头落车上了 对于CTG来说 并没有在初期跟form进行揉点 反而是去到了右上角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这一把维海里的圈形其实给的还不错 给到一个东边 对 这样一来其实不揉点的也是一件好事情 山顶位置已经踩好了 天鹿也顺势上了山顶 Pero今天目前的分数不算特别的高 目前只有7分 但这把的圈形还是不错 周边的防区其实人也不算特别多 还有就是他现在位置主要想看一看东边那些视野围 然后他并且带了队友上来 防止山上有人 这个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唐宝王整体的位置是靠南部一些 但是升星龙已经在他们隔壁了 唐宝王很难再向北部去转移了 要把载具保好 看看会不会吃到二阶段以后的圈形 基本上走公路的话一定会被扫 这波也没有必要 FTG FTG今天灰灰发烧39度 是的 也是带病上场 之前天鹿有一次比赛阿通目也是39度 然后当天手感很烫 有一句单局期淘汰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这个爆发 这个真的就是状态来了 目前CCG跟CTG离得非常接近 但是毕竟是有马路之隔 两边也暂时不会打遭遇战 当然这也取决于后续的二圈刷新 对于CTG来说 目前控制着整个靠近水域这一片的防区 整个屁股是不会来人的 打一波区域控制 然后维寒体一阶段的话 其实能绕的位置还蛮多的 并且在这个圈形的西边和东边 是有两个高点能拿到一些信息的 那慢节奏的队伍在这种地图上就保守一点的站位 拿到信息看二阶段的圈形吧 毕竟它还是有一些水域面积在的 没错 DMX来脸上 灰灰应该是埋着 但是再往前看的话 能看到这辆车 对 应该看到了 一把G36C能不能将这两个人打掉 后点LHKK应该是给了一个枪械的吸引 这边有一个1.1 能打掉吗 打掉了灰灰 非常的不错 也被给了一枪头 到一个地点去打药 续宇先上来 先把分数补掉 缓解一下正面的压力 苏巴铁倒了 天霸好像对他们有想法 但是龙KK这个对象的位置非常的差 唐宝宝也可以抽得到 嗯 北七也在一个半坡的位置 又雷尝试一下 不行就走吧 这个真玩不了了 嗯 这个其实就是地形的关系 地形本身就处于一个猎身房 加上自己又被埋了 出去的一个枪械 呃 这个交互啊 依旧是FTG处于上风 那FTG目前可以把队友扶起来了呀 因为天霸刚才上来的时候 刚好被生意形容看到了 嗯 呃 半坡的位置被抽回去了 是的 而且离得非常远 嗯 FTG可以把队友扶起来 这波对于FTG来说是血转的 嗯 这样的话呃 南木星只能 哎呀 还平地翻车了 嗯 尬住 是 怎么办 旁边这个小房具可以稍微的呆一呆 马上二军就要刷新了 透透呆一下吧 嗯 冷静冷静 是 跟队友商量商量怎么玩 好在前三场拿的分数比较可观 对吧 呃 这一把即便是只剩最后一个人 也可以通过自己 看能不能狗到一个前置位 啊 拿点这个盘名分数 这场均六分以上了吧 嗯 可以接受的 是 不过后面两场 艾伦格还是要拿到一些保底的分数 没错 前面看到DSS也是来到圈形一个左下角啊 但是左下角整个一些高点射信息都是被MG给所拿掉的 嗯 再往前持续推进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处 但是近点的房秀都是可以去稍微拿一拿空一空 当然隔壁也有邻居啊 就是诺马 全形啊 一个左上角提前排了水域 呃 一阶段CTG迟到了 二阶段FM迟到了 嗯 但是天路这个中间的点啊 现在可以再往上看一看要不要合一合 没错 而且天路是控制了一个比较高点的山头 嗯 这段话系信息是收起的非常的好 今天天路整体的状态不错 圈运也来了 没错 但这局后续还会不会吃到圈形 嗯 而且郁郁的转移也是吸引到张登胜一个注意 嗯 但张登胜只有一个人啊 对 开始要溜了 其实他这个点可以不要跟队友去合 因为中心点的位置山头是属于他们的 这个山头也是非常的大 没有必要 一览中山小的位置 可以完全利用就是高点 你放一到两个人去做一个视野的一个支点 嗯 后点你在房区当中单挂都可以 打得稍微稳定 哎 灰灰是放到了zyy 两边都有个人数 或是泡泡的血量其实不算特别多 只能趴在原地打药 一起去做一波支援 但是泡泡这个时候拉出来 灰灰拉过来有吗 有了 泡泡这波没顶住 但是七七这个时候补枪补的非常快 已经被补掉了 泡泡 是 拉斯KK要赶紧过来支援了 正面火力都已经倒地了 是 但是好像他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去顶到近点 这是FTG的性格 FTG 你就像独狼了 这种时候还是要考验看能不能操作的 没错 下山人看到吗 并没有这个初将先要把细域的分数给堵了 自己的位置也没暴露 我七七这波也是成功顺下拉去KK 独自存活的一支队伍 只能说这一波不亏 把分数是捞回来 这就有个买点 所以有个保底的分数进账 没错 生行龙腿的碗 控制这一片山头 其实隔壁的Pero感觉上 有飞散 它这个是有一点点会合的迹象 但是先看头顶DSS 看要飞在什么地方 呼救器能呼哪 从地图的视角来看 它们的方向应该是指向了天路 有点要直接all in天路的意思 是 天路头顶应该会落人 来了 这波看天路能不能接下来 857学的很残 原来还是有枪剑 这个手脸扔上来 低线没有学的打药 先换位置防止雷 先规避投注 直接跳顶上天路这个有点难防 是四面透风的位置 因为正好有个小的角度能打到 脚用个阿头目直接被打掉了 这个飞散很突然 是 天路高点的两名队员都已经被击倒了 主要是缆车的这个击点 它这个很容易就是你上去之后 你没有任何的一些设计角度能限制它 只有道具可以 但它上面有很大 这个道具你还不太好 对你轻不完 它有很多一些设计角度能够覆盖到你 这个就很难 圆脸枪线对它影响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是的 因为太远了 它只要原地一拍 哪怕给个烟就打不到它了 即便是倒了 它都有机会能服 对对 这里Nova是有个防守阵型的 唐宝宝想要突破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暴风雪来了 这个时候还是注意 对TPP来说还是尽可能的先进圈边 不知道你出了这个暴风雪 刚好就Nova一队它架在那里 对 三圈也是马上要刷新看一下圈形的方向 偏同行员往西部走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 风依旧是吃到一个圈运的关系 这样的话可以控制住城头 而同样GSW也是绕圈绕进来 来到了城的这个北边 直接城头集合 是的 那这个体就其实并不难解 因为对于这种没有 这个圈外没有位置可以待的队伍 扎城 扎城 这是唯一的解法 对 萌萌冲 是的 唐宝宝也选择往西部 贴着这个白圈的边缘 再怎么样 圈形也是一个偏左上角的位置 西部是一个小弱侧 没错 天路来了 张德盛先落地 直接进入到房区 听到隔壁有脚步声了 感觉两边还是会干 因为目前天路只有两个人 也不太敢打得过于激进 不主动就行 而且对于整个FM的信息 天路是不知道的 对吧 就即便是知道这边有人 但是你不认为是哪个队伍 而且FM他其实有更好的选择 对 没必要跟天路打这一波 因为这一局对于FM来说 应该是要进决赛圈的局 DSS现在高点抽把 倍儿爽 是 天霸也看完位置了 但天霸的视野其实不好拿 看一下天霸要往什么地方去绕 主要是山头有ZCG在 加上房区有Pyro做一个镇手 现在对于天霸来说 其实整个转移路线上 是个比较大的难题 屏幕上有我们Pyro夹克的CDK 一边左边看 马上就要跟ZCG贴脸了 一队埋着倒 好像不知道这个信息的 听到车声 这个时候已经响了枪 这样的话给了天霸一个预警 还要往前走 但枪很多 好几把 是 DSS是远点稍微限制了一下 真白是有惊无险 当然因为现在只有一辆车 开的也是比较谨慎 速就有一个出枪 不过那个点 只要别有太大失误 几乎都是能服的 出大事 原点互相的交互 那的话天霸是找到一个坑 可以稍微的待一待 周边的其实邻居的不算特别多 而且压力也不是很大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17现在要面临一个竞拳的关系 17在圈边是有一个半坡能踩的 但还是要想一下后续 就是信息该怎么拿 没错 不过刚才是把 周超gaming那边打掉了一个人 把小拳打掉了 并且补掉了 这样17可能向东部去延伸的可能性 要大一点 已经在盯了 因为你正面去摸牌 生意兴隆的话 因为你的视野信息 其实不是很全 对的 而且是遭埋伏 这位兴隆那布局 布的整个一条线还都蛮好 都能相互的支援的到 现在17其实我觉得 处境比较困难 因为已经发现了 ZCG进了方区 张艺来的话 其实对于17的整个压力来说 会比较大一点 他进了从北边绕过去 他其实还是想要对这个点去动手的 轩晴再次给了一个吸切TPP 吃到一个大的切角 包括Parray是拿得非常不错的中心点 FORM可以过个马路 换一片防区 是的 直接过马路 拿南边城头 唐宝宝吃到一个切角以后 看一下怎么防守南边进圈的队伍 是 这个圈对于17来说 选择是比较多的 如果他持续要给ZCG施压 会导致ZCG走不了 对的 关键是四圈呢 蓝球上他又比较痛 已经进入到这个防区里面去了 再想出来就要看17走不走的 对 动车了 这个声音17已经听到 现在全员17并没有上车 先出一波枪 没打掉 对方其实反之做得是非常不错 赶紧换位置防止吃雷 我是觉得17得走 因为现在新一龙已经撤了 前面再看有没有点能踩 没错 因为现在17其实刚才是没有办法拿到西部信息的 甚至我觉得17可以稍微的往里面进一季 就是说卡在ZCG之前的一个声位 你可以做一手反卡 现在17就是害怕进圈的时候 前面有只队伍打起来 对所以要把ZCG先赶走 是的 而且前置会有暴风雪 对于实际来说 视野上会受一个很大的阻碍 受阻 但往里面钻也是一件好事 对吧 反正都看不着 这边什么情况 ZCG这边是不小心把航航给打掉了 不问题不大 可以救 枪线重叠了 接着围墙两个人同时露头了 这波ZCG应该射血呢 直接all in了这个小超市 露露想踩出来 知道你在扶着一个低炮雷 弹过去了 就在烟里 但是对方是在车祸 也是规避掉这个手雷的伤害 但这可怎么躲 躲不掉 在怀里的手雷 唐二歪被捕 天天被炸倒了 侧面Coco跟玉也过来了 但两个人贴的还是一面 就感觉双方的位置 其实形成了一个互换 CTG是选择直接进了防区 而另一侧GSW是控制住了 高点的反坡 这样一个甲鸟枪线 CTG被卡在这个围墙 想从外面尝试新的解决 有没有动车换点的想法 现在其实GSW很聪明 他第一时间其实是控制住了 天天这个点 你没有办法去救 要回去救一下贾维斯 对 你防区过点 加上山头信息 你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对方的跑位空间还是比较多的 但侧面 戴蒙星的一个出枪 是影响到了GSW 是的 而在南边 MNG跟NOVA也是有交互 加上远点 才有的时候 先看正面 Coco 接住了 露露 这样的话 CTG是成功的拿下了GSW GSW是被三支队伍给拆开打了 没错 这样的话 CTG拿下这一分之后 还可以顺利的进程 去补充自己的物资 对的 但过点上有点小危险 没错 我们看到CTG的分数也非常高 31分的 也是不声不响 全行再次给了一个C7 真是PC 好好好 邓一行龙直接开车 往安身去中心 去找一个低点位置搭一下 没错 我有铁拳 但是CTG还是成功防守住了DSS DSS进攻人数太少了 是 MNG也被淘汰了 战划韩灯秀 另一侧 C7是放到了张德胜 在之前的信息当中也是知道天鹿人不多 但对于天霸来说 这把想要慢慢推出去也是困难足足似的 当然如果能推出去也是个大分 天鹿也头疼 自己这条马路怎么过 从城内的站位来看 其实FORM的整个城内的控制 完全不受任何的强险影响 直接冲脸 一辆车过来落地要先吃雷 后面接车没有接住 Ring这波是因为是G36C 我觉得可能是熟练度不太够对吧 然后再加这个枪口是吧 有影响 从江被打掉了 G7一个雷是打了ZTG一个人 我拉枪线的侧面露出了空档 现在整个山头高点的位置 全部放给了NOVA 导致TPP所有的枪械形成了一个劣势方 而趁这个机会 深一星龙反而是去到一个坑内 对的 这样左下角 NOVA还是要打的 你看到阿阳 阿阳应该是拉车去找位置 但西边不太好 有能让他带着点 因为最北边是有人架枪的 猫狗在的 没错 NOVA可以等 没错 因为NOVA要考虑一个自己的 这个南边压力的问题 因为现在17摸过来了 如果NOVA这一波OE做的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要出事 是的 所以现在NOVA要防着 防着17的这个背后出枪 破点 找到剩 打了一个 龙仔 这个是两个人 DBS 神龙组合 还有DBS 灵数的血量太残了 蓝圈就在G7P后面 再来一发 又三分 两个人气势如虎 17后面已经出枪了 没法被补掉 NOVA NOVA只能前压了 对 就在之前处理TPP的时候 其实还是打得有一点点太犹豫 就太召集这个北边的位置了 主要芒果的架枪对他们影响确实很大 但是终究问题还是出现了 就是来南部的这个时期 而且信息给到TPP之后 他把芒果拉回来可以去救人 哎呀绕了一波 你看唐宝宝正面去支援 那北部架枪的位置就没人了 位置互换了 但是自己又没什么好带的点位 重点还是会被抽啊 好尴尬 要修脚 没了没了 两枪脚直接带走 但是TPP一样是面临一个问题 是满边的17 但17背后Perry又来 在17之前的位置上 嗯是的 因为Perry毕竟有一个防区做支点 但是原点 啊 FM出枪波波是放到了小组 这样的话 进攻路线上面可能是有一点受阻 不过感觉Perry是有烟可以拉回来 二张17侧面看能不能打开突破 小五弟的一个出枪波波已经倒了 三打一 嗯 呃 侧面里够死已经摸过去了 这个时候有机会能打一个侧身 这一波出枪已经弄了位置 嗯 一滴血 最后一滴血 哦 还是被补掉了 对于17来说 这波呃 必须得强打 是的 而且圈形的一个刷型以后 刷了一个右下角的一个刷圈 是 啊 Perry的位置依旧在圈内 17还是要考虑进圈的角度 嗯 Perry冷静了一波 为了防止再被圆点抽 还是决定会合在圈形的边缘附近 没错 因为Perry的这个小防径 也不在圈了 现在场上唯一不吃压力的是 FORM 防径里面等好嘛 就东边已经没人了 没错 接下来等着决赛圈的一个布局了 他现在甚至可以利用 让CTG为自己去做驾驭 去做一个信息的一个铺垫 嗯 CTG要选择过马路 这个信息给到了 FORM看往哪里走 前点位的坑内就是神异星龙 两边要做邻居吗 距离太接近了 这个位置要吃雷的 可以丢雷的 神异星龙已经做好了准备啊 是的 MD三颗雷 但是过点 过点太平了 直接被秒了 一把Groza压制住了神异星龙 这样的话 柏梁只能往后撤 柏梁血量也被打残 而且柏梁身上是没雷的 马美帝身上有三颗雷用不出来 天天持着前压 三颗子 哦 又洗头了 是的 烟起的一瞬间 把路人放到 而且Coco跟雷补掉 这波CTG冲起来了 导致柏梁没有办法起身 哇 CTG一波反制 杀起来了 上一把 我记得应该是玉补杀了七个 这把 天天宅起来了 目前CTG的分数一下 约到了第一位 41分 这场也有八个淘汰在手 但正面坑里面的两名队员 还是倒了 这把因为没办法 对 外面也该出来 看一下北边 能不能清理出来 一片空档了 没错 踩到坡上 Summer离得很近 Summer一个人落过枪 感觉不太好顶啊 队友 队友正面有压力的 是 被火烧到 被雷炸到 Pero后撤 但是小组火出的问题 黄一鸣倒了 有可能在火丢出去的时候 被雷炸到 但另一边 Summer也是没能顶住 FM的一波进攻 这个道具 波波是炸到了Summer Summer那个点确实顶不了 FM是一对上来的 是的 就是这一波Pero想要打了 漂亮 必须得一波把时间给打掉 但是这边宿久接住了 小组 宿久只剩自己了 就感觉Pero是一边扶一边倒 一边扶一边倒 局势其实并不是很乐观 但FM也是有想法 想要来这边来劝的 是的 一直在看 但FM要处理CTG 这波FM其实凭借着实际的这种拉扯 蓝圈里直接打药 这蓝圈伤害也太高 打不起来了 打不起来了 两机血赶紧进去 啊还是被蓝圈带走 小组还能救吗 能救 三个人 再绕回去想要打FM 但是目前从局势上来看 FM其实确实优势太大了 这三个人能不能给分造成冲击呢 好像想要把北部先排完啊 对 主要CTG那边信息还没有完全的漏过鱼 是知道有毒狼 就现在因为这个毒狼这个点呢 很有可能会成为Pair的一个支点 对 主要是坑里的点都排完了 对 但没看到毒狼 不知道毒狼在哪里 所以防止屁股后面有毒狼 先排一下近点 是的 这个队长圈 夫人们打得很晚 并没有出现非常这个过激的一些举动 然后搞了个 但不在圈啊 小左顶过来了 其实双方其实距离还是离得比较远 并不是特别的接近 还是这个坡 对于4M而言 手上的道具投注还是比较多的 但其实玉是很容易看到Pair的 是 看玉愿不愿意出手 这边Pair先做一波活力的吸引 Pair这个点 主要是整体的吸部 半坡的位置都是外露的 对 而是顶坡的位置都是被4M给控死的 而且你前点位的一些枪线啊 补枪啊 就是整体枪位是不够的 对 玉愿已经露过枪了 现在小路过来盯上了 风力过过点烟 但这个马路过点烟实在是太远了 一颗烟完全不够 他有车 还想架 先是双方都把矛头是指向了玉 看玉这封要不要给了 能用道具都用一用 没有烟 动不了 我还打了一个玉 可以选择不给分啊 还是有影响 这样的话扩大了我们的人数优势 4打2 知道小崔去扶人的话就排一下近点坡 就结束了 小左已经出枪了 正面顶了一个 这很难了 因为小左头甲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对的 这个时机抓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主要还是北边玉的这个影响 这个主赛选其实打的非常常规 嗯 虽然说黄云敏被救了下 但是人数差 依旧是形成了一个 死打 因为4M这波是可以救人的 周平安已经在前顶了 崔西一抓到一个侧面的机会 打了一个两个人血量其实保持还不错 但是被白了 小路一个背身 啊骂了 这波推枪反射给小路放倒 两个人血量很残 还有机会打药能打血 这个二打二不好说的 是的 而且这个车还能用 他还能用 前年为两个全倒了 小村没头盔 这波应该是要帮黄云敏去拉一波 开着血拉一波枪 先让黄云敏去补枪 小头皮能打掉吗 换神血量也残了 吃了一枪有过点 黄云敏过点原地干了 这位置 最后呀 这波还是让黄云敏跑到了这个石头 最后一个包 但是有雷过来了 是的 感觉躲不开了 看换神 感觉没办法了 一个火一个雷被收下了 恭喜4M 是的 小路也是抹了抹自己的头啊 却这一波正好是被镜头捕捉的 确实有一点小码啊 主要是两个测身机会 有幸无险嘛 还是赢在了人数优势上面 对吧 兄弟还是顶住了 是的 因为在后续的整个 Pero两兄弟的去整个处理残局的过程当中 因为确实只能说是尽力了 因为他没有这个头甲 对吧 当时小崔是没头的 那么在整个竞选过程当中拉扯 拉扯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受到一定的一些局限 其实这个决赛圈 如果是单独的三打四的话 Pero还是有操作的可能 但是由于北边这个玉的影响啊 他们没什么办法 对 马弗弘也是在前期的一些控制上面 其实做的非常不错 没有吃到任何一点干扰 同样我们也看到了CTG 今天的CTG也是非常敢打 在每一波的阵地战当中啊 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嗯 嗯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赛后评论环节 我是主持人小七 我是孟轩 是 那么刚刚也是在维函迪这张图当中 通过回放的方式呢 再次给大家欣赏了一下 我们在上一局的一些队伍的精彩的镜头 那从这一局我们也是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啊 主要是落地之后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肉点 BSS和这个New Happy战队 目前New Happy的这个分数啊 从四局看下来的话呢 并不是很乐观 主要是多多少少今天的赛运啊 包括说这一把 其实会有一个落地肉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但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加油 因为整体来说 其实上半场从天路那一把吃鸡开始 然后老的队伍啊 就开始某某地去拿分了 因为你该说不说 这第一把和第二把 就新队伍拿分的效率啊 其实要更高 这个也其实有时候的话呢 有点像我们春季赛的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了那个点嘛 就适应性 你给老队伍几场比赛的一个适应 他这种拿分的模式 就一下变高了很多很多 老的队伍会运营多一些嘛 拿分的什么选点啊 这些那些的 就目前四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的话呢 那墨轩老师 你会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 或者是一场战斗是什么地方 四场比赛吗 我觉得第三场吧 第三场比赛 对 最后决赛圈那时候 石漆和天路 铁拳火箭筒 是的 因为就怎么说呢 决赛圈 谁也不会想到 我的背包里 我的敌方队伍里面 背包里有两个火箭筒 是的 那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 CTG 他的场均分现在是非常非常高的 除了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只有一个个位数 五分的一个分数 但五分其实对于很多队伍来说的话呢 都是一个平均分了啊 所以他算是及格完成 但是其他的三把的比赛 打得就非常的优秀了 目前42分排名在第一名 深心龙就是每一局的比赛 基本上都能够往决赛圈的 这个方向去靠拢 而且他进入到决赛圈的 概率呢 是不低的 淘汰分呢 也还可以 然后目前的话39分 其实和CTG的这个分差也比较的小 然后就是天路战队了 对吧 同时也是39分 没错 然后4M战队也是成功的通过 刚刚这一局吃鸡 来到了第四位 这把其实在决赛圈 刚刚看的稍微有点惊险 但好在是他前期的一些空图 包括说整个防区的一些圈运啊 稳扎稳打的 进入到了决赛圈的那个反面 因为他那个防区和头顶上那个连接的小山头 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他那个山头是什么情况呢 一般我们来说就防区你出来是比较难的 如果你的旁边有一个山头 他能够直接把你架死 但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在于 你没出防区之前 你头顶上一定得有人 他那个防区关键里是在于 山头地方是前期踩不了人的 只能够后续被他去拿 Pero这一把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决赛 但是目前的这个总积分呢 只有18分 得要继续去加油了 接下来是Nova DSS 唐宝宝 ZCG FTG MNG 和New Happy 那么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东部的榜单当中 也就是后八个队伍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心的这个选手 有些队伍的话 是因为有柔点的一个缘故 所以分数不高 那有些队伍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圈运啊 比如像MNG 两场沙漠图 跳这个火车北战 圈往右边刷 这也确确实实啊 这圈运的压力很大 运营不进去 诸道的原因吧 但是呢也不能够一直说 一个队伍的成绩与不好 他老是去说的这个圈形的一个缘故 因为有更多的方式 就是我们在说 圈如果不好的时候 那你的换分的模式 对 对吧 会打成什么样子 呃 维含迪这张图也是我们在改版之后 其实在今年首次放在比赛当中 尤其是今年放在联赛当中 是的 莫雪老师 你从一个这个评论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这张图和其他的图相比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选图可能打的比较少一点 之前还有一个元素 因为有熊嘛 我会觉得这个 这张图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确性会比较高一点 就彩蛋多 对 彩蛋会比较多 确实在前段时间啊 就咱们联赛 马上开始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啊 一小段时间 还会有咱们的一个训练赛啊 包括说杯赛 呃 很搞笑但是也不难 敌他拿到MVP战胜榜的榜首的 对也有很多意外因素嘛 现在加加这段来了以后 确实啊 那这维函底是这样子的 他也毕竟是一张大分嘛 就是如果呃 他和泰哥进行一个对比的话呢 就是泰哥这张图 你如果圈刷了一个对角切之后 确实是没法玩 那这一把我们看四圈是一个左上切 五圈也是一个左上切 当时唐宝宝战队是吃到了这个圈的一个福利 因为回切之后 他那个小的扇头其实可以牢牢的控制住 但从五圈开始 对 其实五圈开始一直到六圈 都有一句话可以总结 就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对 旁边还有NOVA战队 还有17战队 然后17完了之后 还有这个Pero 对 Pero最后和17互相就是内卷 在这个圈面内卷卷得差不多了 拉扯很久 然后FM战队直接一杆子全收 就成功的吃了鸡 也是从房区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对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张图当中 就是大家如果能够把握住圈边 尤其是在四五圈 这种关键圈 吃到一个回切的圈边的时候 你其实有不少可以去拿到淘汰分的机会 只是我们在上一把看到 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来我往 我们不是说你的优势比我大那么一点点 我就绝对会被你碾压 不是的 是的 上一把就Pero打的韧性很强 反复几次 倒了以后拉人 再扶起来 对 来回打 确实决赛圈很精彩打的 对的 那么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就是我们回到了最原始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最老的地图 艾伦阁 艾伦阁这张图 艾伦阁这张图 也是有一些改版嘛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漠图用的就是新图 那据我猜测啊 这个艾伦阁应该也是会用最新的这个图 这个图的改版主要是在 R城和水城的这个方向 尤其是水城这个地方 他其实不像之前 因为说实话 之前的水城 你就感觉那个地方荒废了很久 也不算肥 但是也不算特别的穷 因为他一般跳水城队伍 他会连接着旁边的遗迹 对 那个点位可能说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觉得气质又可惜 实质又无畏 确实是有点鸡肋了 确实有点鸡肋 第二是圈在后续因为你那个地方比起还是靠水嘛 万一在四圈来了一个难切把你刷走了 你出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是其二 其三就是什么呢 搜起来资源会更加的这个快速一些效率会更高 比如说来一个北部的圈形 如果航线是属于那种就是居中飞水平飞航线水平飞 然后圈形来了一个北部的圈 那像水城啊 儿城啊 学校 诸如此类的一些跳点的队伍 他们是拥有很高的一个顺位的 对 顺位比较早 对 完全是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前期的提速 去拿到那个圈形一圈的一个优势的点位 比如像我们当时老师会看到像S港的一些位置 三叉路口的位置 Paro战队 刚刚也是在这个决赛圈啊 刚刚有说到啊 韧性十足的一支队伍 FTG 小灰啊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你就感觉他近视的话呢 你感觉他这个样子啊 好像高度近视啊 但其实呢 又还好 看这张老地图 选手们有怎样的发挥吧 是的 在这张图当中拼的就是一个综合的实力了 嗯 以及特定圈形当中的一个临时的反应 好的 那么比赛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来到SW和FTG 嗯 二狗家 二狗家要揉点 洛龙 看他谁伞更快一点 看 巴提这里更快 看警方 谁先拿枪 关键是红威进去之后被SW关了门 FTG整体的枪械是有优势的 只能靠 鲁鲁这把ACE打了一个 双方式有护换 贾威斯的一个出枪 灰灰倒了 嗯 西鱼打了一个这里捕掉 鲁鲁有火 索在侧子内部 但是对方在一个台上 被JUK手枪摘掉 哈哈哈 通过JUK的叫喊啊 想要把火吹灭 李白这里拿了一个喷子 没枪啊 龙KK 这带载的羔羊 来个前方绕住 这没办法 怎么绕都得死 主要是人带枪来 这确实没办法 没枪是没办法 戴猫星前面第一局成功吃鸡了 但是后面的连续三局 321的分数确实不太乐观 对 这个也是新队伍 因为确实经验的关系在里面 看一下本局的圈形 圈形还是给了个阴阳圈 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难题 它这个圈形跟航线 就略微挂了点北部边 是的 就这个航线的起点 对 挂了个边 对 这的话南北 大家都要去考试 是选南还是选北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跟 本局的航线和跳点选择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4M这局 你看他们的位置 真快 这资源是不太够的 是 这是个大问题 77他现在已经来了 要不然这局4M 其实你真说回到上层去搜一搜 拿拿东西也行 不过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太穷了 一个人搜 这个4M不太够吧 关键是77已经发现了 换神的动向 车呢 就这种枪线 你说堵桥 堵一个道还好 你要堵一整队 有点难堵 然后这个航线 来到4M本身就很远 是的 现在方案里有没有车啊 外面要去拿车的话 被77盯道 可能要出事的 关键那辆车还是个蹦蹦 很容易出事 对 拿车的距离很远啊 对 但光在这个房子里面 等个有缘人过来撞一下 关键是撞的话呢 你整个物资不是特别好 也不一定能够接得下 接得住 关键是 对于富翰们 现在还是比较尴尬 怎么样去做一个抉择 今天这个CTG和天路 拿到的淘汰分都很高啊 没错 一个29个一个26个 CTG也是很敢打 因为航号的指挥 就是属于偏打架类型的 打得比较激进 那这两队雪地图没柔点 结果两队雪地图都拿高分了 是的 天路过了水城之后啊 就是四合院 但这局圈行 南北还真不好说 要看一下二阶段 圈行的刷新 没错 EPB在这个阶段已经提速 选择要往北绕了 也是不想在南边 做过多的一个 呃停了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位 鼠一到脸上了 七二号位 这波其实切不切都得死 这没办法 大山的枪扣已经瞄准了他的头了 再加上初一 他又是一个一级头 他跟报纸没区别 呃 这种位置你去扶 你又得吃雷 而且现在呆蒙星他落地的时候 因为车的问题 就已经被打掉一个了 对 在这个点再掉一个人 很亏啊 哦 17 17这里面想要踩一段 但圣一星龙已经过来了 并且有老六 六两个 踩得很快呀 就导致17这两波 老六加老七 这波速九跟小五上去很可能要出事 哎 好像看到顶上了 看到苏泽了 哦 小屁个小身位 小五在侧翼 这个应该是让速九做了一波钩子 自己在一个身位当中控制 是拿下这两分 是的 这波侧面是看到了顶坡的人啊 哪里边天鹿来了 要去撞点了 开门 直接使十面埋伏 天鹿遭大众 没想到富人在这里 但是阿头目这个手补枪 把周边打掉 小屁就是有一个冤屁 阿头目他有拉环雷 是这个没办法 富人们的物资送上门来了 只剩焦阳 位置也已经锁定 真是等了个有缘人 虽然说枪很准 但是焦阳的血量已经 太惨了 直升7的血 一枪倒的关系 幻神有一把S2K在手上 加上波波 两个都是正面枪线啊 原来有枪下的修 嗯 培鲁培鲁培鲁 是什么情况 培鲁直接撞吧 这边有枪声的 应该不会撞 半波看一看情况 停了 这波黄英明 应该是在远点坐下枪 波波被抽了一枪 里面真是没什么道路的剧啊 是 要把人补掉 把枪械换一换 是的 还能救人 又是汤姆逊 又是UMP的 好的 这波培鲁培鲁 应该是大部队式撤退 来了 被溜了 嗯 4M这一波买点 是物资全收 天路其实也是没有想到 就感觉天路这一波 整体的运营节奏 其实不算慢 只是4M并没有回到完成当中 最主要的是他回不去 他拿不了车 他发现了天霸七七那个点 然后只能在这里面等个有缘人 他真来了 他现在就是属于点位也有 物资也有 车辆也有 对 这波雪串 人也没掉 分也拿到了 中心点 嗯 是的 是的 这波天路确实也是吃了哑巴亏啊 嗯 十七的这个龙几山一段的排点 太细了 是 他这个一勾一打 真的太细节了 苏九的顶头一直在勾引 苏九发现了 刚才露出来的苏泽 嗯 判断出近点应该是 而且小五弟的近点排点 做的真的好 你看他那个身位 他只露个小头皮出来 他打两个用了 就还剩78点血 对 很快 基本就只被打了一下身体 主要是 声音声这两个人的 所有的尸击角度啊 没有办法 就完全直驾到 这个小五身上 对 本身就是个反驳 你只露个小头皮出来 瞬间 头一出来 打你打你一个 你这怎么接 接不住 他直驾的位置 要被踩连拍 防时期的队员打的 对 所以他不能踩 令人 唯一所思 就是他会连续往一个地方去切 对 那地形这个东西 只要能玩明白 你就能在这块地形去收到相应的分数 没错 有些圈形 就虽然给到 但是你地形很差 你也拿不到分 对 MG是慢慢来到 整个麦田当中 电塔的位置 其实这一片的位置 对视野信息收集 无非就是漫田前点双房 包括DSS的假设库 实际上上不去了 一开进全人人 把附近周边西野这一片 稍微多吃一吃 排一排 对 往西边去 沿一沿蛮好的 就是西边那条海岸线 然后看能不能沿到 上程区那边 看看医院的情况 上下程区 看二区 二区 给了一个北切 那这样的话 Pero在初期的选择 上面应该是堵到了 对的 直接会合到 前点位 这个假设库当中 队友被捕了 这个时候才刚刚到 DP这个也是被催敲打下来 这波防守 其实做的非常轻松 就有点葫芦娃 就有点味道了 后面两个队友 就别往那个位置拍了 这个是真别去了 还不如选择高脸 比如说像这个 伏击残骸附近 这一块的点位 真是这个圈形 半坡这种位置 都没有枪声 没有人蹦蹦跳跳的 往北面转一转也行 没必要非得扎这个假设库 而且节奏很慢了 你想本身TPP的位置 它是在一个整个地图的南边 在它顺位之上 队伍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选择北边的队伍 也会比较多 在初期这一波选择当中 可能就是想抢节奏 他觉得这一波 他们是很快的 你看那些圈边的老牌队伍 都是点到为止 对吧 就往里面去延伸的 几乎都是这种新队伍 新指挥 是 你看诺瓦他还在 往里面去延伸去蹭 就其实 他的这个感觉 是好的 就只会认为 这个山头我们看过了 没有人继续往里面延伸 刘七仙打赢了 但是小宇宙在倒地之前 扔的这一颗雷 是也是救了命 我一路追的过来 打完的 知道你人少 那自己上程区 那个桥也不堵了 接下来就是沿着 整个西边 这个大白坊的反坡了 MNG来到寄港内部 其实应该是也要想去 拿一片 就是能够过桥的这个地方 但是周边有DSS做邻居 这也是DSS没有办法 走上升军的桥的问题 是 他看到两支队伍过去了 自己怎么过 SW是过得非常的慢 没事 被私房那边抽了 看这个桥怎么过 一脚要么冲过去 直接上坡 只能说好在波波是一个SPS 确实就得 踩紧油门不松 圈行刷过来 这样的话 FORM的圈也太舒服了 可以利用这个四合院 作为一个支顶 其实那一片的防区 看FORM要不要 他是选择把四合院 给放掉 选择汇合到中心点的防区 这样的话 也是也不错 GSW就差 全面看一手 是的 吃到这一波信息之后 17也是选择赶紧去接手 对的 那17现在还蛮开心 他整个右下角 是没有任何队伍了 那这样两支队伍其实整体空图比都差不了多少 没错 因为17可以再利用前面点的这种土路反坡 可以完全将自己的阵型给扩开 对 甚至可以限制一下东边的GSW Noir等等 难题反而是抛给了DSS 因为现在技港 他们所处的这种站位是不在圈的 而整个MNG所处的那一片的集装箱附近 都是被包含在圈内 马美丽蓝圈里面泡了半天 直接飞散 找地方飞 但其实这个地形 我觉得很难找到一处给他藏身的地方 FM那个头上反坡 试一试 但感觉FM会连带那个反坡一起空 是 他现在就是利用防徐座指点 山里是埋了人的 马美丽飞机上看 然后自己被打了就被打了 告诉苏泽你能去哪 也可以 也行 侦察兵 苏泽好像也动也动不了 你告诉他哪 没人他也去不了感觉 他不知道有没有车 他现在是在一个上乘区当中 陶一在蹭 想要试一试 这个集装箱其实不是很好打 因为只要MNG做埋伏的话 其实DSS是很难去做补枪的 但DSS从半坡的位置 应该都到了假车库那边 没有人的信息的 所以集装箱的兄弟们可以走 不过终究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过桥的问题 对 MNG也是 857是拿到了这个假车库 对于DSS的手机没有任何的进攻必要了 小左被击倒 应该是防区内的一个击倒 假车库内部 问题不大 反正下一波要排水 这个假车库还是会吃到一些圈 MNG在天上不断的徘徊 他飞来飞去 飞到了中心点厕所 还是被风发现了 这个落伞应该是能够落下去 还不错 是的 拿到了一个中心点 但这个点位后续 还是可能会遭受到一点冲击 主要看苏德有没有车 有车两个人合到这里面 没准还能玩 对 引波 诺马也是慢慢的从边缘三方 也是拉到了圈边 看一下四圈的刷新 四圈会将水域排掉 那么会给到北边一点点 你看17现在的站位 就两个人 四合院 两个人已经再往东部去给压力了 就把人去往北边去赶 自己能控两条反坡就更香 是的 因为四合院这个点 它本身就是非常底线的一个支点位 对 起退位 双反的控制 让四合院成为一个非常香的点 尤其是打这种圈形 DSS经过了非常长的一个观察 终于是来到了甲车库会合 对的 问题来了 就是现在怎么办呢 水域排掉给到FUN 那这样的话 FUN成为场上一个比较香的一个点 顶坡的小路 其实是有一个撤离空间的 但是目前在这个阶段 应该是不会有人去冲它 实际前点位于一个土路反坡 依旧是可以控 你看天霸呀 MNG呀 DSS 这个上程去反坡就一个了 是的 现在MNG好像是有点信息错过 他可能觉得 呃 大舱里面可能还有人 嗯 做了一波道具的一个清点 但是其实DSS早就已经在这个甲车库会合了 我这是想要过去直接游泳过去先踩 是的 他想先去拿这个前点反坡 那这样的话 这个信息啊 我不知道天霸能不能拿到这个点 呃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上去可能会受到17那边的影响 17能抽它 对 因为现在17也要卡桥 是的 你看已经有了 对 那也就意味着 他没有办法踩到这个坡上去 除非17走了 嗯 是的 他有机会跟天霸打架 而且他现在可以压 因为现在17跟DACS这个竞圈的距离 其实差不太多 那么再排点 嗯 嗯 前点唐宝宝是有两个人在埋着的 松江和芒果 还在排 没有人漏 那哇 已经开车再往前面去走了 开车的人可能会被溜啊 匆匆瞬间接两个 他在底部的位置是跟队友完成了一波倾角 呃 JCG这样的话 还剩两个人 12月 呜 这部出向也是非常容易 小薰被打掉了 而另一边MNG出城的这个情况 在祭岗位置也是被天霸打下来 嗯 你还比持续的追进 这样的话 Sharp现在目前血量非常惨 而另一边 我们看到飞机残骸 TPB跟挪瓦双方也是正面接壤 TPB只剩芒果一个 同样挪瓦也是损失惨重 最后形成了一个一打一 扶起来人了 人救起来 位置已经锁定 利用道具想把对方的位置给逼出来 四倍猛男枪 这个距离其实还是最好是切红顶 四倍这个容错还是有点低 切了连麦是吧 真得切啊 这位置玩四倍 真得挨骂吧 但CTG来了 CTG找到一波 结果选择继续反轻 而且CTG周边的人不多 GSW离得还是比较远的 诺瓦被限制住了 这样的话 把芒果的分数给收下来 后续持续的进攻 诺瓦 可以顶过点的 这波CTG的合围 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非常不错 打得非常的稳 赶紧爬过来 救一救还能玩 现在没什么人能绕过来 劝CTG的架 但是听到枪声 因为这边响枪响了太久了 GSW也是开车过来 也是贴到这一侧 响枪之后 也是给了CTG信息 发现 GSW也过来分了一杯羹 这雷杀到了一些伤害 侧面露露已经出枪了 先拿一分再说 是 我群星往北边走 Pero是吃了一个大的顶脚切 同样 New Happy的山头 也是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 我这个雷直接塞到阿阳脸上 210.7 对于CTG来说 这一波分数是必须得照单全收的 赶紧打 先把这分数给K了 反正两只对我谁打的 就另外一对拿分 有点东西 NORWA是太难受 被两只队伍夹在了当中 但17已经上来串架了 是 17也找了一波机会 摸上了山头 现在GSW他其实知道 后点位有个CTG 但是正面的NORWA 你第一时间没有解决完 就导致GSW尬在这里了 挂边的95K被偷了一手 小北直接秒 李高兹拉侧身的时候 被4M看到了 是的 但还好啊 血量还比较健康 对于17来说 应该是想要在飞机残骸 不断的施压 让30队伍尽可能打起来 但是GSW现在看到17出现以后 他也不太敢动了 对 他的处击其实跟NORWA是差不太多的 对的 侧面 小五弟弟 拉的这个位置 是有点接近于危险边缘了 是的 他和CTG离得太接近了 博CTG现在重心 还在呢 哇 这边身上 起身就要被打 这个是没有办法 而后续 弗兰因的分数也是 最后被灵树给拿下 对的 前半里面反坡 依旧空的非常的好 一层一层打得不错 这也没得选 只能扑17那边枪线 去硬打CTG 但很难 CTG不能倒的 倒了这个圈扶不了 上车 动车要走 能去哪呢 没位置可去啊 两次队伍主要是 形成了个左右夹击啊 你出 根本没有办法出这个篮圈 加上现在Pero也不吃压力 后续下坡的这个点 很容易是吃到枪线 CTG也要被夹了 嗯 现在CTG很难受 这个下山这个点 太难了 可能在顶波 攻测射烟 跟17打一波正面硬钢 但是小鬼这颗雷 是把Coco给炸倒了 小鬼这个侧面 它得发挥特别好 因为它很有可能看到CTG 三个人同时出现啊 是的 就是两边啊 同样在反波 但是由于这个Pero的摄影信息 是能够完全覆盖到CTG这一面的 看小鬼的发挥 这个位置CTG要停车了 下坑出事了 一号位的玉 赶紧去二号位下车 但是自己血了很残 一滴血 天天高打击也是没能顶住 实际这一波是零换四 小鬼是没拿到这个分数啊 嗯 侧面小五有补枪 是的 南边FM是选择顶波 要跟天马打一波正面 波波倒地 灵树赶紧是混音去救一波人 波波这个雷有点危险的 角度方向感觉有点像 差不多 而且捏了很久 灵树倒了 这样天霸只有夹在中间的两个 波波再绕过来的话 天霸的巨危险 上不了波 南南在后面抽 天霸只能最后一个泡泡 顶掉了手品 又来一个侧人 没拉过来枪 波波太顶了 波波的个人能力啊 自从我们这个春季赛就看到了 太顶了 厕所里面有老六 没想到 另一边时机 反身回来 要去劝FM的追步架 但是FM其实已经把人全部救起来了 换神是一马当心 想过来去卡一手屁股 但是小北这个时候出枪 是卡住了换神 对的 他是抓台湾来的 不还没看这边 对 这个时候场上很混乱 因为现在听到枪声之后 你还没想过来去劝架 对 大海鲁在往底坡跑 这一把 这一把是老牌队伍的竞争啊 但小北这个吊顶雷 直接把小鹿炸倒 是的 主要是有 两颗视野烟的一个遮挡 导致FM其实并没有办法 越过前面这个小反坡 是的 过不去的 底坡就完全被实际给架死 而且New Happy第一时间也没有出手 我也很难打 因为New Happy他自己在圈啊 对 他这个圈形肯定要保守一点 场上最舒服的是Pero 他把高点的反坡给站住 催涩是不断的再给底坡17压力 是的 但17的点还是没有吃到Pero的枪线啊 是的 两个队友会合 过程中被打掉 这里面要扶一下 扶一下换身 双方都要救人 其实两边就拉开了一个距离啊 正面交火其实不太能够产生 这个闪过来 波波底坡又是打掉了速球 波波的状态来了 手感火热 催起的一个出枪 小北倒了17 崔熙正面三个都倒 是的 崔熙在这个北边的高点挂了很久 女孩皮看这种情况 也要过来看能不能收到分数了 打的已经非常火热了 波波是找到了自己的状态 是匆匆来了 在排点 换神 顶住了 换神知道你摸上来 提前将枪头瞄准了的 瞄准到了匆匆头上 但是崔熙一个出枪换神还是倒了 是的 你只能辅掉 12月 一个出枪波波倒 远见的波射是将波波打掉 女孩皮还有两个 明明也在周平的混烟 只剩周平了 面对老队友 连续的震宝弹出镜 是的 他去想要去抢这个枪位 但是明明顶上来了 打一顶了 背面枪线太多了 顶不住了 就是一个三方的混战 Pero其实这一把 应该是稳稳当当 能够把这一击收入当中 是的 永海皮这里面把人扛过来 还能扶一下 是 在往前面走 那个小反坡还能用 武弟弟也在往回头 呃 猛猛扛 就是 潘主 大军一看过来了 呃 全部都是 这开车来的 是的 感觉这一幕好像在之前一个 韩国的比赛当中看到过啊 服不了了 服不了 最后一个 三打一 救起来 其实我可以稳一点 救一救 已经出过枪了 但是小武弟弟 打掉了小左 呃 要不要稳一手 我觉得 三门被打残了 是的 王明这波可以去尽救人 先把人揪起来 三把去给队友去做了一个肢检去报信息 我小武弟弟知道钱呀 但是这里面 都 服起来了 小弟弟也很难做了 一辆车拉过去 然后跟 三门 拜拜 万子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信息全部漏在车上 这样的话问题不大 这样的话恭喜 Pero也是在今天第五场当中成功吃下一击 不错啊 唐宝那边收了一些分数 然后后面韭菜圈再打得稳一点啊 成功吃下一击 老三把也是很稳心 其实在初期我们今天看到前厂的开头啊整体Pero拿的分数其实不算特别多 从这个第三第四场开始Pero开始逐渐的找回到自己的状态 今天小崔不是滴滴血吗 嗯是的 当然的话这一击也是给Pero打了一波强行针 嗯 这局整体打的就是没有那种很急躁 就有很多时候都有圈架机会 是 但他打得很稳 没错 这局的机确实啊稳稳的持下能追一个大分数 因为这一把的圈啊给的非常的好 对于Pero而言我觉得应该是要稳稳拿机的 嗯 而且在初期的你说 呃这个TPP的一波壮点当中 他其实也是给了Pero非常多机会 如果说TPP一波进来很有可能会吊人 再补一两个就麻烦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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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场的赛后评论环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七 我是莫山 那么也是在刚刚的这一把的决赛圈打得非常的刺激 就像上一把我们两个在这个评论期有说到的一样 如果说今天比赛的前两场是这个新军突起 那么后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直是属于这个老将的一个爆发 就是他之所以能被称为老将 然后无论是他的经验 还是说这个他的一些团队上面的默契啊 配合啊是有他的一个道理的 这一把的比赛主要是上来之后的圈形会比较的极端 是一个阴阳圈 对 然后赌难度的队伍是比较多的 之前我没有讲过吧 因为当时航线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会以为是机场这边 这么极限偏南部的这个航线对吧 但是是一个龙己山这边的水绿阴阳圈 那刚刚4M战队虽然说没能成功的吃掉鸡 但是也进入到了决赛圈啊 我们看到目前的总积分已经是以49分排名在第一位了 那17战队今天虽然说没有吃鸡 但是他其实一直是在这个决赛圈的一个常客 尤其是从中间开始发力了 46分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CTG战队啊 今天一直比较敢打敢冲的CTG 46分也是和实际战队的一个同分 身形龙就是跟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嘛 每一局不会说特别的差 但是呢 他的想要去吃鸡拿到高淘汰的一个分数 还是得要看那一把的圈运就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就是天路这把的话呢 也是早早被淘汰 然后Pyro在这一把啊 要再次恭喜一下 以这个9位淘汰成功吃鸡 目前他的这个排名也是上去了啊 已经来到了第六位 接下来是GSW 落地有一个握点 呃 一个GSW 一个FTG 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我们艾伦阁的大白楼的这个附近 握了次数太多太多了 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到啊 有这个DMX NuHappy DSS Nova 唐宝宝 ZCG FTG 和MNG NuHappy也是在这一局进入到了决赛 就当时我们一看场上的四个队伍啊 对都是老牌队伍 对都是非常大家喜欢的一些队伍啊 然后去汇视到了我们的一个决赛圈 呃 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像这种上下城区在一圈的一个阴阳圈 他在二圈提前判定给了一个北部的呃 切脚之后 当时在北部的阵阵中心的那个假车库 其实就只有Pyro 那个时候就只是已经是第一原住民了 这也是因为从最开始跳点上面的一个顺位的缘故 能够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那无非嘛 就五五开的这种阴阳圈 就是一个赌 对吧 赌南赌北的一个情况 赌到了这一把就有机会能够进入决赛 那没赌到 那可能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个上下城区的那个车库的位置 要想着有没有机会去换换分什么之类的了啊 因为盲扎其实路上的这个枪线都很多 你的容错率都是比较低的 就是盲扎的这个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 这一把呃 唐宝宝也是一开始呃 想要以比较快的速度去冲进那个假车库 但发现被人家节足先登之后 也没能够冲得下来 因为顺位的问题嘛 肯定有一些队伍会提前做运营 然后去开始踩点 嗯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场的一个艾伦格 目前在头部的队伍真的是你来我往互相的一个battle 分差都不大 对 各位说的一个极小的分差 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有一个 今日第一的一个采访 所以我也比较的期待 到底谁能够啊 正在舞台一起去和大家分享 我们在今年的夏季赛的第一天的这个采访 啊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呃 刚刚其实我们两个也在私底下有聊过 就DMX 对 上来之后确实感觉很敢打 然后呢 也很敢冲 但是到后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他的得分效率慢慢的降低 呃 以莫选老师你的角度去观 就是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 可能新的队伍相对于来说 经验运营方面会比老的队伍少一点 然后老的队伍打这张图又是打了很久了 嗯 对每个点位啊 每个坑位的 就是去踩点也好 收集信息也好 可能会比一些新的队伍细节做得更到位一些 对 对 所以说新的队伍他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但是可能运营或者抢点有一些圈形的抉择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犹豫 嗯 对啊 这个其实更多的体现就是体现在这个经验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枪法是我们的基本功 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是的 那其次他并不是说你只是说有这个枪法就OK了就能够拿到这一局比赛很高的一个分数 那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赛制之下 你其实更考验的是整个队伍的一个综合的要素 我们又在说哪方面经验差的他就比如说啊有一些地方比如像土炉这种地方我如果作为这个muta的队伍那如果打这种土炉附近的圈形肯定是顺位比较高的嘛 对什么时机去什么时候抢这个点啊那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去然后然后因为他不同的队伍他去到这个地方的采点习惯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四个人全部都是挤在了那个四合院当中也就是山上那个房区当中这样会更加的保守 遇到一些在前期二圈出来之后喜欢盲家的队伍的话呢 他的应对的策略和容错率相对来说会更高 但还有一些队伍就是他比较强调的是 比较胆子大 胆子很大胆量高的情况之下他的这个枪线也比较的强调比如像我像炮楼放一个啊然后旁边这个厕所放一个他有一个三维立体这样的一个情况 形成一个包围嘛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队伍他对于这一片地形上面的一个特殊的理解不一样 属于自己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理解当然不管是哪样的一种方式只要你能够在这个位置拿到高分只要能打成功守住一波别人的冲撞那都是一个成功的战术 啊反正得要想清楚这就是老选手老队伍和新队伍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差距因为很多新队伍他就是觉得我们也到这个地方了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完全想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战有的时候处理不一样啊是的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刚刚因为我们的问题发散出来很多的内容这个问题的主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老队伍在上来的两把 多多少少被新队伍这样的一个士气和状态也激发起来了是吧士气一下起来了在后面的话呢因为艾伦格 更加考验大家的一个综合实力和零就是场上的一个零变的能力试验能力确实打得很好然后也是一步一步的控制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然后成功的进入到了决赛圈然后吃鸡 我们也是要稍微的等待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个机上面的调试啊因为今天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这个开场我觉得整体的比赛目前五局看下来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没有出现那种一加独大的情况是最好看的对因为16个队伍各自都有各自精彩的时候嗯我刚刚成功吃鸡的拍肉啊也是 目前正在积极备战当中啊准备好最后一把的比赛然后就是天霸 天霸上一把也是没能够成功的等到一个呃往南部的一个切脚吗其实这都很正常嗯啊阴阳圈往阴阳圈往对阴阳圈往对面去刷的概率其实也不算低主要是要根据你当时一圈两边的一个地形上面的占比 一圈刷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就是经典的圈 是的对他们对这种圈已经打得很熟悉了啊你像乔多斯王的那个位置对吧是的 然后是17战队啊 目前看下来的话呢17的队伍呃从成绩上面的一个体现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差但是你又说不上来他哪里特别特别的优秀 他是属于今天这今天打得很中规中矩哎中规中矩这样的一个状态呃这样的状态呃这样的状态按照我们一周的比赛来看的话 就是不挖坑第一天先不挖坑试试水然后看一下在小组赛的第二天会不会爆发起来 因为小组赛呢主要还是要放在就是你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前十六然后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决赛圈好的比赛准备就去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一把 好的那我们常规赛第一周第六场也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是正式打响我们看一下航线 这条航线非常好啊嗯是从龙几山嗯这把初期看龙几山的争夺啊天霸会不会在第一时间去抢弱龙几山这个观测点 嗯苏泽已经踩好位置嗯 来木星也是赶紧拿撤在上一场动作也是在转移的点上不断的吊人导致其实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个四人的一个呃清点协同 他们这样的挑点的话会影响到自己邻居就zcg他本身就拿不到什么物资嗯是的 一个机苗Ska 宋江吓坏了真的赶紧跑啊他距离太近了是命大 好在对方没有苗具是一个机苗Ska确实也很难扫 难度比较高能拿到一线天那么物资就会好非常多了嗯 本局ftg进圈还是要看new happy动向 说实话他想要去往那个双桑去延伸你真不太敢对是的 很容易被new happy万一打一下对啊因为看不到信息呃本身二国家打这种圈西部圈还是要老老实实按照顺位走对的嗯 我们在吃完鸡之后呃现在目前的分数是49分 上去也是决资圈了嗯 现在目前40分以上队伍有4只 嗯 4M17 ctg ctg以及生意兴隆 那么天路也是一步之遥啊 目前39分还在第5位分数都很接近没错 诶 你真看 诶 zcg 灰灰过了 很有可能要遭埋伏 因为丹木星的车是停在另一侧的 他看到物资被动过 嗯 还是个三胖子赶紧走了 这不很危险 对于这个zcg来说 他们其实延伸的点无非就是假车库嘛 嗯 这个三双其实可要可不要 而且我们之前就早期我们去看DDT打这张打这个点 基本上三双是很少去拿的 主要是初期的物资 对 刚才才是116啊 所以说这不应该是换 将他换到了医院内部让他去补物资 而那边张德胜只是一个人过来了啊 有点太大胆了吧 远点队友在架 想让他顶过来 但只顶了一个人啊 主要是你这个一楼77不漏 他能架哪呢 等于是空气架枪啊 嗯 对吧 他的架枪 逻辑是在于77要出来接人他才能架得到 这波其实张德胜应该是没了啊 直接用火补掉 胆位都不漏啊 嗯 这波其实胆子是有点太大了 连叔过来支援一下 这局天霸是采取了一个下层区外三舱的一个站位 然后加这个甲车锅二分踩 嗯 打的还是算比较保守的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其实因为知道呃 医院有zcg在 初期也没有给zcg什么太多的压力 天霸不会考虑到自己这个圈形有可能北切的一个情况吧 嗯有可能 甚至我觉得天霸在后续可能还会持续往龙几山去控 对 他控龙几山正常 对 但是他在这个阶段龙几山是中心点 他并没有着急 对 这波打的很慢 嗯 好戴蒙星也是拿到了李奎点 在这个点当中 其实车辆最好还是放在北边这个木板房后屁股后面 对的 不要放在外围很容易会被修掉 你看两只队友其实物资都 嗯 把车挪一挪这个位置很容易被修 嗯 近战淘汰榜第一名五弟弟 你看小鹿也有五个今天五个 小鹿虽然说在这个天当中有马枪的情况 但是其实今天发挥依旧是非常的稳定 刚好那个镜头捕捉到 对正好捕捉到了 关系那一波确实是没办法 正好是真打背成马了 嗯 嗯 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收下两分 对 小鹿自己都气笑了 确实因为那种射击机会其实不是很多 嗯 嗯 DSS直接 拿这个观察波看一看 看其实炮楼反坡 防FTG已经空下了 对 它能延伸的无非就是打劫坡 利用打劫坡的这些 呃高点视野信息啊 可以往麦田这方向去稍微去看一看 这本局其实唯一抢顺位的队伍我一看 应该是只有丹梦星 他是抢了ZCG的顺位 嗯 对于ZCG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 因为双方和假征户都能空倒 推敲目前也是利用这个反坡 观察一下连排防的动向 现在目前联盘方17是放了两个人 小五弟弟跟宿九 非常经典的一个22的站位 王安明应该开车去拉位置了 但顶上开枪 Pero这一波应该要走 但是雪楼很残被打下来了 夹掉枪线啊 嗯 我感觉好像Pero对这个龙几山 感觉打得像不熟悉一样 就是17在这个点是打 就利用这种打法打了很久了 17给声音形容压力 对 他把这个连排防拿下了 我甚至是觉得这波探点都没有 没有这个必要性啊 嗯 因为你前这位的顺位当中一定有一个时期 你在这样的这种探点过程当中 无非就是白给 嗯 交这道的副枪也是16啊 嗯 嗯 这把天路的屋子也不是很好啊 看交上能不能再找一把其他的副枪 是 我们想要也是在北边想要去试探一下左右两侧 现在整个四合院的位置是可以空的 不然他们自己没进这个四合院 不然他们觉得 打得很慢啊 第一时间也没去 应该不至于 是 就自己在里面留过人 他想了一手 这个圈会不会天都在里面等他 对吧 来一波互换 那天路来 这种行动也是吃了亏 这把也是打得非常的稳 他急阵子放了两个 路人是放在了高地方 留了苏 这个苏泽在陆基山吃信息 因为急阵大 对 放两个手一手 好 看一下二圈的刷新 会不会出现一个极端的顶角北切呢 虽然说没有往北走 但是这个圈也比较极限 是往一个东边去做了一个切角 这个水域在中心点啊 嗯 诺华的话 倒是可以在水城附近做一个区域控制 他就着急往这个移境里面去延伸 Pero河沐房了 是的 Pero是吃了一个回轻啊 对于17来说 联排房后续的延伸点 无非就是双方这个顶 FTG 这个车好像值得进一季 嗯 他的目标也并没有往这个五房去走 嗯 黄金屋是放给了Pero Pero 在初期损失一元之后 其实也是换回来一个圈 来蒙青 这把其实不用着急 目前理会点依旧是在一个圈的边缘 这个点不好扎呀 你要扎能扎哪 无非就是扎一季嘛 这点没信息 对这点只能劝山上 欢迎的是提前过的桥 让周平岩跟波波市把一季 这个北边的小黄区先踩住 唐宝宝跟CDG两支队伍遭遇了一下啊 嗯 而且CDG 嗯 车队的阵型啊是被打散了 嗯 没关系啊 没有伤亡 是的 目前来看是想绕的 再看龙启山正面 呃 ZCG是不断的去向里推进 而生意新龙是找到一波机会拿到这个双方啊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在生意新龙这一波转移到中 其实是提前把这个顺位插在了17之前 嗯 他兜了一圈都到双方去了 嗯 这波拿点是非常的迅速 这样的话把这个高地坊放掉 DEMO信息也是成功的顺应到这个高地坊当中 在这个圈形里面17也不想把这个龙启山让掉啊 嗯 龙启山的信息要比双方那边多很多的 是 这时候双方能吃到的圈形 这个连排放有大概率能 拿到这个双方目前是圈的中心点 后续会排水 对一波排水 还是美滋滋等个决赛圈 排水之后的话 其实17一又是呢 也能够吃到圈韵啊 嗯 问题并不是很大 那17一也是把这个整个龙启山的头段的位置 控的比较死 他要像第一局沙漠图那样 顶角切到左下的话 嗯 其实整个这种东边北边的队伍真的好难玩 呃 他唯一能打架的地方 就是一记东边这一片山头 对 因为麦田人根本玩不了 是的 要么就是打结坡嘛 大家一波all in进去就开始混战 打结坡也是 最后会让黄金屋收下 是的 哎 天路开始往回绕了 嗯 他应该是横穿过这个龙门客栈附近 嗯 直接上山啊 直到蓝圈3D段也还行吧 是的 还要绕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绕到屁城内部 那么天路的终点是哪 天路的终点很有可能是哪 有可能是 打结坡 对打结坡或者是龙启山脚下 看怎么绕吧 主要是信息真不太好答啊 嗯 他这个应该是还是要横穿屁城附近 呃 DACS的站位其实拉的比较开 嗯 MG动车了 但车头的方向是往圈内前进了 MG很难呀 MG MG其实这个圈想要有一个立足之地 必须得打下来 没位置啊 他得开枪 MG脚下CTG已经在了 是的 他得开枪不开枪的玩不了 嗯 在这个点绕一圈吗 找坑吗 跟CTG坐邻居 驾车阵 也只能驾车阵了 还要再往里开 还要再往里开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CTG的郁郁啊 已经是遭到了一波洗礼 这个半坡吧 就三方旁边的半坡 还要往里开 对 那再往里开 无非就是一技嘛 以及这个平台 就这个半坡 这个平台 关键是17不吃压力 这不是 呃 刚说完小妮妈是反手 打掉了小鬼 但是呢 因为高点的视野 确实有枪线优势 弗莱颖打得很稳 哇 擦电出问题啊 是 太勇了 弗莱颖他是一马当先 直接过来要去处理17 原点还有可能会有枪线影响的 17这一波外围 赶紧往回跑一跑啊 是的 看能不能扶一下 对 拉出来以后龙几山上那边 毕竟原点还是会有一些枪线能抽得到的 这波17呢 其实感觉有点太着急 他想快速处理掉MNG 他已经忽略掉了龙几山山头上的一些枪线 然后其他点位确实会有影响 哎 打结坡就这个点 打结坡 DS已经拉过来了 阿童木很难处理小屁股露出来 而公路上这个点DSS是有机会能打打结坡的 是 17还是要回来 嗯 17在损失一人的情况下 还是要回到联白方当中啊 呃 主要这个点位呢 后面他也是要处理的 所以早一点处理也没什么问题了 抓个timing 但龙凤全被打成了一个大残 叫做雷啊 哦 那是很难帮他 那侧面还是Pero的枪线 嗯 还有Thumber的出枪 应该是浑烟想要去救一手 难玩 DSS这个马路的优势还是大 嗯 因为排了水之后啊 确实是给了一个顶角的南部切角的DSS 在处理完呃 天路之后啊 这个打结坡是能控的 但是后续有个问题就是 New Happy在隔壁也是想要往这个打结坡去进攻的 嗯 可以连坡底的 是的 因为一直在想枪 然后你的信息也没跳出来 对于New Happy来说 应该是慢慢的在往这边去施加压力了 反而施压了以后 现在DSS就很头疼了 嗯 因为他没有处理到天路 而且跟天路打架 再倒人的话就要出意外 没错 哦 安阳拉上来先打了一个 罗马的这一波进攻 看TPP能不能成功的防守住 好了 坡顶 但是这个时候队友倒了 有反坡是可以救的 这个雷友了 哦 远点还有大山的枪线 是 DSS还出了个枪 诺瓦的这个掩体的反坡啊 要比TPP要好太多了 嗯 他北边没压力嘛 是 嗯 龙几山上啊 还是要打起来了 这过点 巨危险 谢谢 换联局 特别还拉过来一个 嗯 没道具啊 来了一颗雷 赶紧跑位 灰灰 灰灰 好像不太好救啊 嗯 远点一直有枪线 天马上不了 这个山啊 还有被抽 哦 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牛海比 在想要去给DSS去做一个施压的情况之下呢 戴墨星过来了 但是戴墨星目前只剩下两个人 这是DSS的机会 嗯 现在烟雾其实铺的还不错 但目前也没有办法给牛海比持续的施加压力 齐齐一波顶上来 还是迟到小五圆点的枪线被带走 也同样啊 这个篮圈很难再出去 嗯 呃 四圈每秒三点 他们还有辆摩托 但能扎哪里呢 关键是这个拳型又摩托 噢噢噢 迫击炮 连打带补 他这个连打带补是真有东西吧 哎 主要牛海比他就是能只能在那个反坡 他上不去 是的 现在其实很多队伍都在去练这些新的道具 现在猛练 不管是铁拳也好 还是迫击炮也好 因为在这些 这个 呃 五六圈当中啊 甚至是比如说你像在艾伦哥这种地图当中 狭小的地形 其实迫击炮可以有很大的一些作用 真有迫击炮 其实CTG他自己也很怕 对 他的位置也很迟 是 最终ZCTG还是没能走出这个篮圈啊 被速球的帅收下一分 但是 戴蒙星也到他旁边了 857一颗雷炸倒了 侧面天天的一个出枪 呃 天路也没办法被淘汰了 没错 初一 拿过来想要摸人 但是没成功被发现 嗯 第一波没有顶上去 想要利用手来直接原地一趴了 这个是经验问题了 哦 宋九 又要被狼犬吸 你底线 哦 这是远点 嗯 蛮美丽的一个出枪 是的 初一被打掉了 应该是小北出枪 将北七打了 初一的分数还是被跳到了 身影星龙的帐上 就感觉那波其实初一 初一感觉不太敢打了 其实那波顶上去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你要顶的 嗯 已经没有退路了 是的 正面来了 陶夜不打伞 直接上 侧面李白的一个架枪 哎 倒了之后又回来了 这一波原点一趴是什么意思啊 嗯 看到原点架枪的人了 打得好稳啊 其实这一波近年给道具 后天有队友架枪 其实问题不大的 等队友信息 嗯 好拉过来混烟 不知道近点烟里面还有没有 有闪吗 有闪吗 想去先直驾原点的人 是近点 一直是 侧身要出问题了 是的 混烟 但男的在扶人 出枪了 并没有管近点烟内的人 陶夜还是将匆匆打掉 对 那烟里面这个信息有没有啊 烟里面可能会瞬间走出两个人 听到了烟里面有脚步 是 但有人跟在开枪 影响了听觉 男的稍微混进去了 混到侧面了 位置互换 但是好像陶夜已经看到了 男男的屁股 嗯 刚好炎散了 这波DSS也是杀起来了 有八个淘汰入障 南边处理不错 后续是FORM的一波推进 周品人被补掉 FTT利用这个围墙掩体 开始不断的被攻击 施压波波正面也倒地 幻神正面放到了西域 有雷击悬浪并不是很多 第二波pick很成功 再来颗雷 看下这个雷的效果 把人补掉 雨露均瞻啊 后面小路在扶 是的 今天幻神有时间能打药 来三打三 这波幻神其实扛了很大的压力 对的 他这波是伤害输出拉满 打倒一个两个AOE 嗯 而且自己也规避掉了一颗雷 后点对我已经救起来 但是Supati 找了个非常掉动的角度 将小路打掉 这个点限制住了呀 幻神只能往上面去打 关键是蓝圈来了 蓝圈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时间其实非常的紧急 他每一波翻都好危险啊 道具一直在做拉扯 老师换神第一时间 没有能够给进点任何的威胁 小路 后点被扶起来之后 也是利用三倍镜放的 拉去KK 但是过点 小身边的位置 还是没能顶住 NFTG只剩苏帕一个 是的 同样分别只剩换神 DSS侧面也防守一下 又收获了一些分数 没错 双方一直在僵持不向 嗯 NOA贴了Pero的反坡 安阳被蓝圈手榴弹收下了 Pero还是很轻松的解决掉了NOA 最后小路就是被蓝圈给带走 现在最后双方的一波EV1 18提升没有任何手雷 但是换神是吃到蓝圈 再加上远点的枪线 这个我应该是顶不住了 要不给分了 嗯 最后被蓝圈带走 这样的话 福尔美士今天拿到了56分 嗯 Pero之前倒地的位置 由于太过于尴尬 加上DSS的人员 依旧是处于一个满边 所以说 这波Pero也是没能顶住 守不住自己的老家了 DSS 并没有强行的去把崔西给收下 打了就走了 知道就 反而是输过来了 是的 他黄金屋毕竟这个点不在圈 对的 他觉得这个分数的基点是在于北边 北边可以更拿 可以拿到更多的分数 哦 还有空头 这波DSS想的非常明白啊 这把想要上大分 再处理黄金屋这一波不能失误 嗯 打了两个之后可以撤 可以把重心放在北部 不想捣人啊 因为北部这个双方也不在圈 17这里虽然有一条反坡 但是不好打 虽然星龙人很多 而且他们在鬼屋待了很久 就身上道具也有的 没错 啊 苏巴提在摸 在摸崔西一夜 这是独狼之争 方方都在做摸牌 这是两分人头啊 崔西昌这波就等苏巴提露脚步 打个开门杀 哦 就是一开门 嗯 所以说这DSS并没有去管这黄金屋 因为你独狼的分数 对他们来说影响并不大 嗯 可以没有必要强行去处理这个独狼 再测 呃 云点逃又是放到了苏九 正话苏九这个位置也倒了 那么 深夜西龙可以从高点防去拉出来 去处理这个小五 但是要注意云点DSS的枪线 拉出来还是有可能会被抽到 是的 苏九这个点也不太好救 这的话 17只能靠小五弟弟一个人去玩 已经有枪线在抽了 857在抽 最后的就算是 依旧是深夜西龙对阵DSS 对的 DSS这把有12个淘汰入障 呃 这个平地拉位置冷静一下吧 嗯 DSS可以不着急啊 因为现在整体东边信息还没有跳完 别走 正义星龙的视野其实还蛮好 他们也想早点把小五弟弟拔掉 呃呦 直接把盾牌炸飞 小五的位置已经被摸牌出来了 主人利用手雷是慢慢在一棵一棵树去排点 最后推销是被苏巴蒂给打掉 哦 这波可能是出问题了 苏巴蒂确实个人能力也非常强啊 嗯 他一直没露 嗯 不知道哪边是谁先急的 可能小翠看一眼就没了 对 小翠没什么药了 小五这颗雷也是精准命中到了苏泽 但是这个雷并没有将苏泽给炸倒 又来个火 小翠寻找一打一的机会 苏泽被闪了 侧面队友在开车在椅 哎 好像是被火烧到了吧 吃蓝圈伤害顶过来吗 是的 小五这波是把苏泽连打逮捕 一个人是完成了一波EVE的队位 给声音西龙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而且远点857冲上路人也倒了 这样的话局势其实有一点一面倒啊 DSS目前36分 目前依旧是个满边 声音西龙倒了两 倒了两个人 哦 马美丽这个位置 侧面角度太多了 DSS所有的枪线覆盖范围 加上原点 还有苏泽连在出枪 把武器被干扰到了 但能救啊 声音西龙也只剩最后一个了 要扶人 像马美丽扶起来 苏泽 看能侧面能不能限制一下DSS两个进圈的人 但蓝圈 离苏泽连很近 就这一把 对于声音西龙来说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能把苏泽连这个分数给拿下来 嗯 因为从最后决赛圈的这个结果上来看 我觉得DSS的吃鸡应该是并不难的 对的 但是两个人不在圈啊 车还在不在 马迪最后的26发子弹 哦 柏梁 医疗兵 是的 赶紧服队友 来来回回救 这不就起来的话 倒是有一战之地 你别说这三个选手 马尾利 柏梁 路人 这有一定机会啊 是的 有羁绊在身上的 前天霸家 前fty 嗯 嗯 把他过点位置也是被发现 被李白带走14个淘汰4打3 但857也抓到了机会了 是的 场上局是非常的明朗 但是 李白这跑位没倒 这波跑位博量没能抓住机会 那感觉DSS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哪儿漏 侧面补就完事了 是的 这波雪浪打起来 李白只要这波做一个牺牲位去拖住 声音心龙就可以了 等他们进圈就行了 对 等声音心龙进圈就可以了 哎呀路人还是被抽残了 这波很难玩啊 这都能给他走进去 但只有路人这一个点能呆 声音心龙也没什么机会了 包很多 包很多 马美丽 连拘 他先把全边这个李白放倒了 是的 李白这个点一定是个牺牲位啊 三打三 冲锋 又回来了吗 是的 最后现在场上形式 应该算是一个六四开吧 因为在过点当中啊 声音心龙要面对一个考验 这个头位 哎呀大山还是将马美丽击倒 这样的话 三打二 这个位置救不了 最后两个人也已经锁定在了树后 嗯两个人同一个角度 是的 车要爆了 我把武器被打成大惨 嗯 对人生没药了 嗯 这里的包能铁吗 这个包是不是都没药了 还有盾牌呢 还能玩 嗯哦已经打好药了 是的 嗯 那只能靠对枪啊 DSS就等八阶段 这个点 终究是要往前走的 是的 呃 决赛圈 这个德拉伦龙夫 能不能创造一点奇景啊 这个枪确实很厉害 嗯 要被修角 嗯这个石头太香了 真的太香了 嗯 雷丢不到 枪不好对 对 八圈不在圈啊 我们也听到常常选手也是不断的在高声呼唤对枪啊 那DSS包不对啊 只能现在其实因为对于生意性能来说想要拿到优势只能凭借对枪的结局 但是吃蓝圈伤害的时间啊 八五七要比路人他们早一点 是 早那么一点点 同样八五七也做一个牺牲位嘛 就给你死架 他也不想走了 对 因为你走也是死 不如托着你对吧 因为这把的目的性是为了吃鸡 嗯 对吧 DSS也是凭借高桃 他这一把呢也是将分数也追回到前八 萌萌 所以他还能再拿分啊 是的 同样生意性能如果这把能够将鸡吃下的话 也是来到今天单日保单第一位 目前五十五分 单吃五十分以上的队伍 哎 柯良动车动车 有点危险 这波要被蓝圈带走了 这样的话人数依旧是持平了 蓝圈已经逐渐逼近了 是的 这么说还对枪吗 还对枪吗 一枪头 陶一直接缩了回去 这个时候打药了 路人想动 路人已经在跑了 是的 再换另外一棵树 路人过去了 柯良又再次移动 没子弹了 联军没子弹 四倍Berry 再捧 哎呀 两边左右的枪线 同时去拉枪 嗯 逃一枚鞋 顶不住 路人赶紧换 他手上是有一把 德拉公尔夫的 又抓泰米 又蹦了一个位置 蹦到一个可以丢残害的位置了 进圈了进圈了 哎 看这个雷 他雷好像有机会 他丢了一个蓝圈手榴弹 先出去 把人逼出去 逼退了 对枪有机会吗 对方也一直在换位置 规避了蓝圈手榴弹的这个伤害 再回到掩体后面 能丢伤害性道具吗 在对枪头盔已经没了 换了P90泼水 没问题 是的 最后逃逸是平静 P90最后收下了路人 这局17个淘汰DSS 单局拿了27分 是的 拉慢 他的整个圈形的南部的控制 是做的非常的到位 这把是把手感打回来了 因为在这一把之前 其实DSS的分数 其实不算特别的高 27分 一把单局高额分数入账 整体在前期的处理当中 其实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 这个圈形马路反坡打得非常漂亮 是的 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在处理黄金屋的那一波 太稳了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面对到黄金屋的毒狼当中很有可能会出现意外 对 你可能换一个队伍 他就太亏了 冲进去了 是的 是的 而且当时场上 还有两个毒了 对 就是你想说你肯定把中间放在左侧的北边了 对 好吧 就是 war 对 其实也是打的比较太过于激进了 你真说位置来说 就是天路他到了打劫坡之后 黄金屋有人 然后再加那个洛峰坡有人 然后再加那个马路上有人 所以天路很难去完成操作 就是你跟马路的打架 对你要吃黄金屋的枪险 是的 如果在这个打劫坡 就是DSS他也很懂 他没有任何能让别人去涉及到的 他的一个角度 他就一直在尝试用道具 看能不能把天路淘汰掉 是的 DSS这个局很多道具都用在天路上 最后觉得他全完全靠枪 是 因为本身在打劫坡这个处理当中 因为当时天路还要去吃黄金屋的枪险 那么DS在犹豫处理过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是留了一手 因为本身在整个西部还有一支队伍就是牛海比 牛海比 其实当时已经有这个想法 想要去对这个公路要去出手 但其实DSS的防守做得非常不错 来蒙新侧面的一个枪线的影响 再加17的一个枪线影响 天路就很 牛海比就很难从那个坡上去 对 就我们当时也看到了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生意兴隆呢 他的那个鬼屋出来以后 整体下界坡他们确实能控 就是最后任何进入到下界坡的队伍 都会被这个鬼屋出来 队伍通过道具枪线的配合的压制 然后淘汰掉 但他们后面其实也很难玩 就马美丽已经尽力了 他打了一个以后开始冲锋模式 但无论他不是一把双驱 他所以不可能走走停去对墙 蛇皮走位给队友拖了一些时间 但队友那个时候倒地了 正在扶人正在打药 就是伯良也尽力了 是因为在最后的决赛圈当中 我们去看呀 不管是7圈还是8圈也好 其实当时的生意兽 其实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你要看最后的决赛圈 他是其实还是最后决定 你能否持继的一个关键因素 最后圈还是往DSS这边去靠了 对对 就这个圈形 他如果北切的话 可能DSS他自己要进圈 通过枪线的协同 然后开启这个180度的一个枪线的配合 对吧 然后还有机会啊 生意形容还有机会能防守一下 是但这种圈形一刷出来 其实你看完以后 路人他那个距离还是不太好丢雷 对他丢雷的时候 自己的身位可能受到影响 因为对手他也会执架嘛 路人也可能考虑到 他都有再能勾引一下的话 还有机会 但是无奈博良已经倒地了 路人这两颗雷最终也没能丢出去 是的 他主要也是因为倒计的一些关系 因为你看这种蓝圈手榴弹 他其实本身在DSS这种树木当中掩体 他只要往后往回撤 利用这个树木去遮挡你的这个枪线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去探头去看看你 最主要就是蓝圈手榴弹 人他可以通过直线来后退 只要规避跟你直接对点的这个枪线就好了 是的 但凡再有一根枪线侧外影响到 蓝圈手榴弹的战术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没错 这局也是没办法 就是地形实在太烈蛇 但能看到他们的韧性 是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有很多队伍都发挥的不错 包括我们今天第一次上场的丹崩星 在初期第一把也是吃到鸡 但是因为可能是经验不足的一些关系 你们在后续的一些地图持当中 可能表现的并没有那么的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些积累 对 包括我们老牌队伍也是慢慢慢慢的 在后续的几张地图当中 也是慢慢的苏醒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初期的时候 前三张图其实打了大家可能状态还没有找到那么快 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今天能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这个打架并不像我们平时看到 就一二阶段碰到就打了就怎么样 反而今天大家打的都比较保守 打的会他要给你打拉扯 对的 这是联赛嘛 是的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单日积分榜 目前第一名是1757分 第二名FORM56分 第三名声音新龙55分 三只50分以上的队伍 后续4到8名分别是CTGDSS Pero天路以及GSW 我们看到老牌队伍在后续的三张图当中 持续发力也是将分数坠坏了很多 包括我们看到CTG在今年这一次夏季赛当中 他的整体的淘汰率 淘汰分数非常的高额 我觉得今年这个联赛夏季赛真的巨好看 大家你看他打完以后 我们以前看总会有一支队伍分数 他特别高 但是第一名采访 对吧 但今天你看打完6场 575655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CDG跟DSS的这个 排名分数一个是10分一个是15分 两只动物基本上是全靠枪去打出来一些分数 天路真的是他前面4局 打39分 后面两局都反向了 艾伦格上两局反向 是的 那么同样我们要提到就是17 6把没吃鸡单日第一 对 这个就是下线的一些保障 9到16位是天霸呆蒙星FTG还有NOA NU HAPPY 唐宝宝 ZCG 还有MNG 是的 今天MNG其实发挥的 我感觉是因为圈形的一些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很多圈当中 MNG没有吃到关键圈形 他几乎都是那种圈形比较劣势的夹角枪线 就被别人夹角枪线揍 特别难受 就是很难玩 他每一波的打架并不是主动要去打 而是被动 他是被蓝群逼迫要去打这个波架 你看NU HAPPY其实今天最后一局也非常难受 就是他那个竞选线 他想要去打DSS也没什么机会 是的 因为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就是姜还是老的辣 很多还是老队伍 在我们一些地图式当中的一些理解 还是比较到位的 尤其是线下赛 但天霸虽然34分 但是他在一个第9位 不过他分数还是跟极客线差不多的 是的 我们看一下明日赛程 初期依旧是两场米拉玛先打第三场 TAIGO第四场维含迪 后续两场 艾伦哥 跟我们之前那些比赛地图属是有些不一样的 确实我感觉因为先打米拉玛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会让一些选手手会热起来 先找到枪 枪很烫 很急 其实今天没有吃大分的队伍 基本上是 就是头部是互相在竞争 我们以前老说什么 6场拿80 很强怎么怎么样 这个队伍拿80 那个队伍拿80 但其实80真的是很难的一个位置 也别说80 我们就比如说你去拿60分 拿70分 很多都是基于在你今天有赛运的基础之上 接下来还有赛后采访环节 不要走开 把画面交给主持人 明天的比赛将是 维罕迪赛区和艾伦格赛区的一个基站 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好的 在今天的6场比赛的结束 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由Crafton主办英雄体育VSPO承办的2023PCL夏季赛的比赛直播 玩出信仰 静放光芒 攀升科技作为PCL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一直致力于为玩家打造完美的电竞体验 攀升战舰S7电竞主机作为官方指定赛事用机 助力职业选手逐梦不止无谓向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拥有选手的同款电竞主机 感谢官方赛事显示器ROG玩家国度 ROG超梦25 Pro电竞显示器 带你体验快人一步的感觉 360Hz超高刷新率让画面更丝滑 出手更迅速 感谢官方赛事用电竞以安德斯特 麒麟王座对于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大家可以在斗鱼火牙B站收看本次PCL的精彩赛事 感谢赛事数据技术支持5eplay8倍镜 感谢合作媒体虎不电竞 兔玩百家号小黑盒8倍镜油酒电竞 3DMScore电竞世界小冠电竞的大力支持 那么今天的赛程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也是请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明天的直播间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